注意看,这个穿越者因系统升级,被系统沉睡了数百年 我操,我沉睡数百年,这下总能让我修炼了吧,总能让我无敌了吧 系统,你压得给老子出来 主人已苏醒,系统升级成功,主人成功觉醒三大神迹 卧槽,听上去很牛逼啊,这回总算可以修炼了 数百年前,张霄穿越到一届,成功激活系统,却被系统告知不能修炼 主人你可以收徒,传授他们三千大道,无上心法,等收满九十九个徒弟之后,你就能修炼了 张霄自此开启了百年苦逼的收徒生命 唯一能让他稍稍欣慰的是,他能长生不死,一直保持二十岁的年轻状态 并且,交出来的弟子对他是弱神明,视如亲生父母 虽说,有这么一群牛逼轰轰的弟子护着他,但不能修行,始终是张霄的心结 终于,第九十九位弟子要下山了 主人张霄收徒任务结束,系统将进行升级 请主人即刻沉睡,系统将设置静置,连同道观一同隐没于天地间 就这样,张霄带着一堆卧槽,陷入了沉睡,直到今日苏醒 说好的三大神迹,你怎么就给我点亮了一个 主人需要将无敌领域升级,方才能够解锁第二神迹,乃至第三神迹 都是神迹技能了,竟然还需要升级 张霄一边说着,一边点开了无敌领域,简介只有八个字 领域之内,主人为神,无敌领域下面,分为九级 一级,修为无敌,二级,空间之主 三级,灵化万物,四级,指掌生死 五级,造物之神,领域有范围限制 系统自动确定领域范围,以主人沉睡之地为中心 三维空间,三十米 三维空间,就是天上,地下,前后,左右 卧槽,那我岂不是就只能待在这个道观里了 踏出道观,老子就变成了手无寸体的弱姬 有没有搞错 系统友情提示,主人可以在升级技能的同时扩张领域范围 当主人领域范围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即可下山 至于具体扩张多少,系统没说,显然,张肖目前没有权限制的 系统提示,主人在领域内,完成系统任务 击杀生灵,改造一切等等,皆可扩张领域范围,并获得系统积分 这听上去倒是挺简单 然而呢,这荒山野岭的,啥时候能蹦出来个人,啥时候能蹦出个妖兽啊 张肖正发愁呢,道观外传来了嘈杂的说话声 奶奶的,这破禁制总算解除了 这道观里,绝笔里面全都是宝贝 哈哈,老八是真的牛逼 上山打个野炮,都能撞上这么大的机缘 喂,老八,你有通灵眼,你先上 操,凭啥好事都让你们抢先,坏事轮到我头上 哎,老八,我们这里面就你咋的衰 运气好,天怎明言,谁都没有你牛逼啊 靠,这个时候知道我牛逼了是吧 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说,我还真不好反驳啊 来客人了,说说,你们来干什么 古墓门的人不傻,刚才他们进来,可没看到这个黑青年 怎么一转眼,就多出个人,他们境界已入化神境 放在天心域,化神境的修为,也算中等 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出现 不,不会是鬼仙吧 快,拿出黑毛驴王的体子,震杀他 有人惊声喊道,二话不说 手中闪现出一枚巨大的黑驴虚影 轰杀想张霄 他不是鬼仙 那古墓门老八刚想制止,为时已晚 张霄摇了摇头,威抿了口茶水 漫不经心地瞥了那人一眼 空中巨大的黑驴虚影,消失不见 那人凭空爆开,没有血肉四简 只有一声闷响,就像空气爆炸那样 没留下半点痕迹 主人击杀一名化神境,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两百,技能升级 恭喜主人获得空间支柱 升级进度一百 嘿,这真是宋上门的经验值啊 绝对不能放过 我来个大曹,这还是人吗 只是偏一眼,就直接人间蒸发了 怪不得感受不到他身上的修为呢 绝对是大佬,巨佬啊 闹了半天,再不是咱们一计 这是严姐的洞府,想花妙,就得赶紧求妖啊 大人,您大人大量 还把饶了我等 我们,我们是古墓门的人 这看着洞府就想挖 还要前辈饶了我们一条狗命啊 对对对,大爷 都是这个李老爸让我们来的 和我们帮忙捡捡捡换妖啊 操,你们这群狗日的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张笑眼中仿若有沧桑百转 对那李老爸笑道 看到了吧,越是这个时候 越能看出人性的可恶 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背叛之人 古墓门的人猛地抬头 面露惊恐 还没来得及求饶 八道门响,连接炸开 原地,只剩下李老爸一个人 主人击杀八名化神镜 领域范围扩张八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千六 既能升级 恭喜主人获得零化万物 升级进度七百 眨眼间 领域范围就到了一百二十米 这下可以在道观外面走走了 这位大佬怎么杀完人 就神精致的大笑 完了,这铁定是个杀人狂魔啊 不用害怕 我暂且不会杀你 张霄呵呵一笑 来到柳树前 手指轻点齐上 一圈圈灵光连衣 从张霄指尖散开 引得天地灵气疯狂汇聚于此 灵化万物 这一指可让柳树成仙 不是天赋一柄的妖兽 修炼几百 上千年都难开灵智 就更别修炼化形 至于植物 他们想要开灵 更是比登天还要难十万八千倍 现在 这株柳树在张霄的点画下 不仅有了灵智 还能修炼 呵呵 小家伙 以后你就叫柳神吧 你敢相信吗 这个穿越者手指轻轻一点 就让柳树成腰 主人点画柳树成腰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这都可以 那我要是把一块块石头 以及道观都点画了 积分是不是能加老多了 张霄脑补了下激情四射的画面 急忙摇了摇头 心想还是算了 这 这 这是 李老八看到这一幕 在感受到从柳树身上 散发出的妖气后 心中掀起惊涛害了 这个黑衣青年到底何方神圣啊 竟然 竟然一指 将普通的柳树变成了树腰 为所未闻 为所未闻啊 前辈 您 您别杀我 我给您当牛做马 不 端尿壶 扫厕所都行 我问你几件事 回答得好 就先放你下山 张霄瞥了一眼李老八 他懒得和这些殷气很重的人多说话 但眼下 他下不了山 也不知道外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虽能添算 但太费脑子 张霄他懒 所以 还是先问清楚的好 从李老八口里得知 张霄他现在不在中州了 在东荒 他也不是没来过东荒 但也只是匆匆来过一次 数百年前 为了救老九夜添仇 老大青山众带着他 还有几个师弟们 浩浩荡荡地杀向了东荒无极宗 经过一场轻松大战 无极宗灭门了 他张霄做事的原则很简单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们 那不好意思 我命你满门 大家都是成年人 别给我打哈 弱肉强食的道理没有人不懂 好了 滚吧 还有 回去给你古墓门的门主说 要是哪天遇见了张霄麒麟那小子 给他带个话 说他师尊 在剑云山上等着他上供了 张霄一脚踢飞了李老八 顺带拔掉了他一根头发 他现在 无敌领域已经升到了三级 修为无敌 空间之主 灵化万物 马上就要升到四级 执掌生死 只要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留下李老八肉身的某一步 头发 指甲都行 到时候 就能隔空击杀 可以说 杀人于千里之外 装逼于无形之中 李老八仓皇而逃 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着 张霄嘱托他的话 生怕给忘了 不过 他越念叨 越发现 张启琳这个名字 好像在哪里听过呢 到底在哪里听过呢 张霄在道观上空 四处瞬移 一会在道观门前 一会又到了屋内 最后悬浮在120米高的空中 张霄覆手而立 俯看着天地间的美景 跳往一万里山穿大湖 微微闭眼 煞时 风亭 树径 河水止流 张霄缓缓睁眼 一切又恢复如初 嘿嘿 这种无敌的感觉 真是很好啊 张霄忽然满脸惆怅 回想起百年前 手无腹肌之力的他 张霄第一次收徒 在个小宗门前 找到了那个 因偷窃剑法 被打成重伤的小乞丐 当时张霄拉着小乞丐 就撒开脚丫子跑路 差点被人打死 十年后 这个小乞丐 成了整个中州大陆的梦 压得十大绝世剑宗 不敢抬头 一人杀入古魔深渊 七进七出 一剑斩灭十万海妖 血海见识 更是一路护着张霄 收满了九十九个弟子 他名青山种 忽然门口传来一声猫叫 这地方竟然还有猫 张霄神念一扫 不由一笑 原来是只小白虎 这小家伙受伤了 张霄出现在了道观门口 一只全身鲜血淋淋的小白虎 显然是一些强大妖兽 或是修道者造成的 小白虎再见到张霄后 大大的受眼里 满是绝望 小白虎本能地站起来想要离开 但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显然血流的太多 他可能要死 自己一人在这山上也挺无聊的 虽说开了柳树的灵质 但这家伙硬邦邦 太死板 哪有小白虎好玩 撸起来 舒服啊 更何况 救了他应该还能获得系统的奖励 一举两得 小家伙 算你运气好 在这遇到了我 不然你就得死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要是我既能升到四级 有了执掌生死 心念一动 就能让他痊愈 天鹅白虎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果然 张啸咧嘴一笑 手指轻点在了天鹅白虎的眉心 一圈圈灵光波纹 从张啸指尖 陡然爆散开 小白虎眼中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天鹅白虎 虽说这种妖兽开灵不是很麻烦 但那也得修炼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张啸这一指 则省去了他百年的修炼时间 主人点化天鹅白虎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小家伙 以后就叫你胡小白吧 还有 你小子是老狗 不是猫 别整天喵呜 喵呜的 忽然一声暴虐的受火声传来 小子 敢抢本王的血灵 你死定了 在我的地盘 就给我老实待着 张啸施展空间禁锢 那道兽影猛地停滞在半空 他明明没有修为波动啊 明明是个凡人啊 竟然能禁锢空间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想说话呀 张啸笑眯眯地看着沙壁魔源 四阶妖兽 已能口吐人言 沙壁魔源当然想求饶啊 他不想死 可惜啊 你想说 我不想听 一阵风吹过 沙壁魔源消散在了天地间 主人击杀四阶魔兽 领域范围扩张一百米 系统积分加一千 杀一个四阶魔兽 得到奖励比之前 杀那些化神镜 都要多好几位 这让张啸心中大喜 要不等小白这家伙伤势好了 就让他出去 引几只妖兽馆 这样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扩张到整座剑云山了 听到张啸的话 小白不由地颤抖了下 跑过去疯狂蹭着张啸的脚 这些套路对我没用哈 别以为你萌萌哒 就能不给老夫干我 想都别想 张啸呼得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去 应该留着那血魔源的瘦身了 不然 吃啥呢 说着 张啸眼神瞥向了小白 吓得小白瑟瑟发抖 水汪汪的大眼睛脸 满是求饶和可怜 放心 不会吃你 你伤势恢复差不多了 下去引之妖兽就行 不愧是天鹅白虎 这么快伤势就好得差不多 当然 主要是因为张啸给他输送灵力 加快了肉身的全力 小白只得无奈地一六眼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一只巨鸟嘶鸣一声 从灵中冲天而起 猛地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从空中急速冲向地面的小白 快 跑进白线来 张啸坐在门口的石凳上 懒散地喝着茶水 对小白喊道 小白呼吱呼吱地跑着 大眼睛里除了委屈 还有惊恐不安 过了会儿 方才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眼 巨鸟锋锋利尖锐 闪射着寒光的爪子 就停在他头顶三寸 然而 怎么都无法前进嘶吼 巨鸟眼中有着无限的迷茫和费解 发生了什么 明明我都要抓住了这只小白虎啊 胃毛我动不了了 是那个黑衣青年施展的术法 怎么可能 他明明没有羞味的啊 这下轮到小白嚣张了 学着张啸 也开胡嘴一笑 在巨鸟面前扭着屁股 那意思在说 嘿嘿 本猫就在这 你就是抓不到 抓不到 气死你 张啸嘴角勾起一抹细血 扯着嗓门喊道 小白 我要放开它了 小白疼的一下 撒开脚丫子就跑向张啸 哈哈哈哈 骗你的 不过 你表现不错 待会赏你的鸟腿 张啸手掌摇摇一招 巨鸟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迅速将它变成一只光秃秃的死鸟 主人击杀二届妖兽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小柳子 现在自己领域范围 已经达到了二百六十米 这无敌的分割线 又要更新一次 剑云山下 一道倩影像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乱窜 身上血流不止 他由于失血过多 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全凭最后一丝不甘于受辱的意念 支撑着他跑向山顶 快 追上天心血 别让他跑到山顶 操 没想到这小妞身上竟有一件四倾防御价 宗主说了 要抓活的 可千万别让他跳牙自尽了 麻痹 宗主想要天心血的血 根本就不需要招火的 明明就是他想要玩这个女人 偶日的 待会抓住他 要不让我们先爽爽 闭嘴吧 要是让宗主知道了 我们几个都得死 听到这些令人作呕的话后 天心血苍白的翘脸上 浮上一抹绝望 事已至此 他根本不奢望自己还能活下来 哪怕一死了之 也总比被抓回去 当个玩物和卢顶的结局好摆 山顶怎么有个道观 还有烧烤的香味 是自己要死了 出现幻觉了吗 传来小白无聊的叫声 张霄随之映入他的眼中 这黑衣青年 看上去 像是个好人的模样 而且 他身边的柳树 白虎 竟然都是妖兽 说不定是什么绝世强者 世外高人 张霄这巡视完自己的领域 刚坐在石凳上 山下传来一道女子的求救声 前辈 救我 天心血迈入白线 脚下被一块石头绊倒 哭通一声 摔倒在地 张霄眼神一瞥 将天心血禁锢在原地 喂 我不要面子的吗 这是我的无敌领域烟 怎么能让人随便进呢 天心血察觉到自己无法动弹 心生惊骇 但同时 心头涌上一抹狂血 这个黑衣青年 是大能 真的是个绝世大能 救你 张霄微微醋眉 神念一扫 这天心血柱激进八层 天赋还算不错 但还入不了他的眼 他那些徒弟 每个不是天赋绝伦 超凡脱俗之辈 要是他随随便便就收徒 那岂不是太掉逼格 前辈 我明天心血 自幼身怀寒灵神脉 那玄机宗宗主 想夺我寒灵神脉 还想让我成为他的颅顶 前辈 如若您救我 我可以将寒灵神脉献给您 只求您能救我一命 天心血趴在地上 咬着牙 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任由鲜血和汗水滴落在眼里 对张霄喊道 听到天心血的话 张霄忽得一条眉毛 目光火热 你说什么 你有寒灵神脉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位女子 竟然是位神脉拥有者 天地之物 修道之法 但凡 加上了神这一字 绝对超凡脱俗 令人震战 更何况血脉这种东西 禀天地之灵 即万物之源 非大气韵 大机缘者 不可得知 数百年前 张霄网罗天下 所收弟子 皆天赋一笔 更有几人 堪称那个时代最强的妖灵 恒压一世 即便如此 那九十九位弟子之中 也仅仅只有两位女弟子身怀神脉 不 准确地说 只有一位是先天神脉 先艳神脉 你是先天神脉 张霄神色凝重 略带好奇地打量着她 嗯 前辈 我是先天神脉 只不过 不等天心血说完 张霄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 嘿嘿 有意思了 小十六体内是先艳神脉 这小丫头是寒灵神脉 这两神脉能够互补 融合 让修道者一念之间 便可踏入圣经 递境 甚至更高的境界 天心血自然不知道张霄的想法 如果知道的话 只怕是会瞬间脑补出很多很多画面 系统 什么 就这么点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可是寒灵神脉 寒灵神脉耶 我救了一个绝世天才 怎么也得给我来个一万的积分 一万米的领域扩张吧 主人如若让天心血败师 则系统积分奖利一万 天心血成为主人弟子后 他所做的一切 都将会给主人带来系统积分奖利 张霄明白了 感情这系统的意思是 解救天心血只是举手之劳 最不起眼的一步而已 只要收他为徒 那随之而来的积分奖利 就会暴涨 成 那这比买卖划算 张霄打了个响指 解开了天心血的空间禁锢 天心血死死咬着牙 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 娇去颤颤巍巍 对张霄拱手道 前辈 只要您能救我一命 无论多大代价 我都不在乎 张霄巍巍巍点头 对他巍巍一笑道 记住 你说的这句话就行 到时候要是反悔 可要你好受的 天心血身心一颤 真没想到 这个绝世强者 不仅生得年轻好看 说话都这么有趣 看上去倒是 很平易见人的呢 林中飞窜出三人 气息不弱 皆在化神经 陈执事 您看 这里有枯枝彩端的痕迹 还有浅浅的脚印 都是最新的 那小娘们 就是从这跑过去的 陈执事 你们看山顶 那里有两个人 女的不就是天心血吗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剑云山上有个道观的 那个黑衣少年是谁 先上去看看再说 都追到这了 我就不信 这娘们还能找到帮手 起死回生了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山顶 天心血看到玄机宗这群人 美眸冷力 怒火焚烧 双拳死死地握紧 云妹妹为了保护她 不仅被这群狗砸碎入了身子 最后还被乱刀砍死 她只恨自己空有神脉 却连最亲近的人都保护不了 她恨了 呵呵 你很想杀他们 张霄自然感受到天心血的愤怒 笑着看向她 天心血只是简单的能的声 可见 这杀意已是让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张霄微微点头 副手而立 等待他们进圈 好 等会让你来杀 陈直逝 这个人 没有修为波动 是个凡人 凡人 呵呵 那还处在这干哈 直接杀了 呵呵 这天心血真是病急乱投医 竟然求救于一个凡人 哟 这小白脸细皮嫩肉 长得挺水灵啊 草 二胡子 你特么的好 这口别说出来行不行 再特娘的恶心我们 你就等着被XXX吧 玄机宗这俩人 冷笑连连 手中大刀已经饥可难耐 只等陈直逝一声令下 就冲过去 掀开有一把天心血 不对 你们看 这黑衣青年旁边的小白虎 散发出了妖气 还有远处的那棵柳树 也有妖气 这里面 只有陈直逝秀为最强 化神经大圆满 感知力自然远非 其余人可以相提并论 在见到这两头妖兽后 陈直逝目光不善地看向了张霄 眼中浮上一抹严重 但在捷天山脉 这种大摇横行之地 见个道馆生活 哪怕只是在外围的剑云山 那见道馆之人 绝对是有着极强的实力 方才敢这般不去妖兽四年 这个黑衣青年 可能不是个什么仪式高人 绝世强者 保护者 那道馆里面 藏着个活了数百年 千年老怪物 玄机宗可是天心玉牌的上号的大势力 能在里面混个知识 可以说 这个人也不是什么智障儿童 张霄微眯着眼 见到那陈直逝一直站在那不动 四处查看 不由哼了声 说好的反派没智商的好吧 怎么这狗日的这么谨慎 你特么的以为自己是稳健大师兄吗 不行 你们不进来 我怎么杀你们 怎么装逼啊 玄机 张霄偏过头 小声对天心血道 看到那边的那条白线没有 天心血顺着视线看了过去 看到了 好 去把他们引进白线 然后你就可以杀他们了 注意看 这三名反派马上就要踏入主角的无敌领域之中了 什么意思 这前辈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愣着干嘛 挑衅啊 骂他们会不会 玄机宗这些人 见到天心血竟是主动上前来 自投罗网 不由呵呵计笑了起来 嗨嗨 就是嘛 早这样乖乖的和我们回去 咱们也用不着追的这么累是不是 我天心血若是能活下来 有朝一日必定探灭 你们玄机宗 我要将云妹所受的屈辱和痛苦 全都百倍偿还给你们这些狗砸碎 妈的 都死到临头了 还特么的嘴硬 你们两个给我上 抓住他 便连那个黑衣青年一起杀了 谁敢阻拦 谁就得死 两道人影 向天心血杀去 天心血健壮 笑脸浮上一抹惊慌 飞快向后倒退 靠 这家伙也太警小声威了吧 要不就放他跑了 不行 做事要做得完美 才对得起自己的高逼格 看来 只能拿出自己最牛逼的技能了 卧槽 你别跑上来 喂 你们这些人听着呀 我和这小丫头可没关系 没关系的 你们抓他别连累我 我是无辜的呀 不得不说 张霄演技十分自然 脸上精具的表情 说话的语气 恐慌无比 就连天心血都被说得一愣一愣 一脸猛逼 卧槽 前辈 我们刚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这什么鬼 你不是会空间禁锢吗 怎么会打不过 不是 你打不过 你让我挑衅他们干什么 闹了半天 这小子就是个废物 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妈的 差点被骗了 陈直士心中就生出一股无明火 堵得胸口生闷 妈的 敢胡老子 太欠揍了 都给我停下 老子要亲自捉拿他 顺便让这个碍眼的道观 言消云散 陈直士身影一晃 三步两步就迈过了白线 狠狠地抓向天心血胸口 不 天心血惊吓地尖叫起来 他不想被抓 他宁愿死 为什么 刚才明明说好的要救我 为什么会突然变卦 长得好看的人 都不可信 不可信啊 呵呵 磨磨叽叽这么长时间 总算都进白线了 妈的 老夫连装逼的心情都没有了 张霄哪还有刚才那般惊慌失措 淡定地抿了口茶水 天心血一愣 看到张霄那双如星还闪烁的双眸 张霄微微一笑 身影消失在石桌旁边 凭空出现在了陈直士的面前 玄机踪这些人 看到这一幕 瞬间炸毛了 空间移动 不 这不是空间移动 空间移动会留下空间轨迹 会留下空间波动 有迹可寻 甚至能够用神念探查到 而眼前这个黑衣青年 消失 出现 完完全全没有半点空间波动 就好像 他与这一方空间是一体的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黑衣青年到底是何等存在 别胡思乱想了 我刚才之所以那么说 是为了让这个胆小的家伙进来 张霄看了眼愣神的天心血 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天心血这才恍然大悟 本以为呢 老夫还要演几首好戏 没曾想 只简简单单演了下 就把你骗进来 真不知道 是我演技太好 还是你太蠢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从他说话的语气中 就能听出来 这个人已经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 他已经这么谨慎了 可没想到 没想到自己还是马师前提了 老夫是什么人 哎 这个问题 好像有数万年没有人问过老夫了 张霄45度角仰望天空 眼中流露出一抹沧桑感 这不仅玄机踪的人信了 连天心血也信了 这小丫头捂着小嘴 美眸一眨不眨 凝视着张霄背影 有着无限的惊诧和重痒 活了数万年 容颜还如此年轻 难不成 前辈已经是仙人了 我的天啊 我果然是大机缘之人 随便逃个命啥的 竟然就遇到仙人了 天心血此刻心情复杂 不知是应该为自己高兴 还是为那些死去同伴们悲伤 你不是想杀他们吗 来吧 自己动手 张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就坐在了石桌前 轻悠悠地喝着茶 天心血看到张霄这神仙一般的手段 眼中除了震惊之外 还悄然扶上了一抹坚定 陈直是痛哭流涕 不停地求饶 我们追杀您 都是宗主大人的旨意 我们也不敢违抗 我们就是个给人卖命的小楼了 我们尚有老 下有小 也不容易的 您看在我们可怜的份上 就放我们一马 就 天心血面无表情 手起见落 不不不 女侠饶命啊 我们是真的上有老 下有小 要是不追杀您 就会被那个狗屁宗主杀的 求您放我一马 我什么都愿意做啊 一道道哭喊声 求饶声 在山顶回答 在你们如我云妹 杀我护卫时 可曾想过这一幕 天心血脸上 头发上 身上 全都是血 此刻 它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一时间 血腥味充斥在了山顶上 张霄心念一动 尸体 血肉 血气 尽数焚烧成了虚无 天心血手里常见滑落 掉在地上 熊熊烈火前 它跪在地上 双目星红 不错 心狠手辣 重情重义 算是过了第二关 张霄微微点头 饶有兴趣地 圆圆打量着天心血 露出满意的笑容 虽然没亲手击杀 这些玄机宗的人 得不到系统积分 但是换个天心血 当徒弟也是不错的 天资 星星 这是张霄收徒的条件 缺一不可 哪怕你是天才 要是星星不好 作恶多端 或是星辞手软 张霄都不会收 小雪 别跪在那了 赶紧洗洗澡 我可不喜欢你 这一身血腥味 天心血腥的一颤 咯噔一下 煞时 翘脸涌上一抹羞红 前辈 前辈这是要 你脸怎么红了 难道是自己 长得太帅 小姑娘看一眼 都会害羞 没 没什么 前辈 我去去就回 嗯 这样看着就好多了 什么胃啊 嗯 前辈 您 您的激娇了 啊 我的今儿没事啊 张霄下意识地视线下影 旋即一拍额头 转身看去 小柳树这家伙看着的烤鸟 已经焦黑焦黑的了 哎呀 我的晚餐 看来 这下又要麻烦小白这家伙 去勾引一只妖兽 半个时辰后 张霄和小白成功配合了一波 杀了两只二戒巨鸟 前辈 我来吧 前辈 你 你怎么了 天心血见到张霄一直盯着自己看 俏脸再度涌上一抹羞红 没 没什么 张霄这才醒过神 笑着道 就是看到你 想到了你师姐 师姐 前辈门下 有很多弟子 我是不是傻呀 前辈可是活了数万年 哪怕百年收一个 那也是好几百个 前辈 那位师姐叫什么 我和他长得很像 呵呵 不仅仅长得像 气质也像 最主要是 小仙他当初遇到我的时候 和你今日情形也是一模一样 小仙 这就是那位师姐的名字 对了 别叫前辈了 你改口叫老师吧 张霄一脸笑意 等待系统给他的奖励 只有让天心血给他行拜师礼 并称呼老师 小区微微一颤 怎么 你不愿意拜师 喂 老父我费尽周折 才救你一命 就是为了收你为徒好吧 我这么高的逼格 可不轻易收徒 你竟然还不愿意 不 不是 前辈 你收我为徒 那是我无上的荣耀 是我八辈子修来的大机缘 只是 有话就说 别磨磨叽叽的 前辈 其实我已经拜师于青云公公主 师尊名为 不用说名字了 张霄挥了挥手 很不耐烦地打断天心血的话 他急着要和系统沟通 这特娘的 竟然有老师了 真是失算了 这一件呢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叫什么 一生只能拜一个老师 因为 拜师时还需发下大道誓言 系统 这种情况下 如果拜师于自己 还能不能拿到系统奖励 系统提示 如若天心血师尊已死 则天心血大道 誓言作废 拜师于你 可获得系统奖励 难不成把他师尊骗进来杀了 自己和他师尊无冤无仇 平白无故杀人 这是咱做不出来 天才虽少 但张笑也不是没收过 犯不着为此滥杀 破了他立下的为人准则 哎 行 算我倒霉 你走吧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直接杀了那三个化神镜 好歹也是一波经验值啊 这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小白虎站起来 似乎有些不舍地看着天心血 轻轻叫了两声 怎么了 你还想跟着他回去 张笑没好气地哼了声 吓得小白立刻跑到了张笑身后 前辈 您 您这就让我离开了 天心血惊恶的 以至于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他还以为张笑会将他困在山上 甚至 已经脑补了108种各种各样的场景 哎 滚吧滚吧 赶紧滚吧 你有老师不早说 真是气煞老夫了 再不走 老夫可要会杀你泄粉 张笑大手一甩 将天心血扇飞出了自己的无敌能力之内 天心血从地上爬起来 眉毛中有泪水打转 他知道 这白衣青年能力比自己世尊强大不至多少倍 错过了这次机缘 以后只怕勇士不能相见 正当他打算下山时 右手中一枚晶莹剔透的蓝金光阴 在天心血面前聚成一道光瓶 这是青云宫 每个核心弟子都有的本命法医 平时 只用来监测他们的生命之火 便于知晓他们生死 一旦光阴爆发 则说明青云宫出大舍 因此 看到这一幕 天心血脸色惊变 注意看 这个女的就简单逃个王 结果家被偷了 雪儿 快走 快离开天心域 永远都不要回来 你的神脉暴露了 不仅仅是玄疾宗要夺你血脉 还有九玄太清宫 太古星云宗 兵器光瓶之上 显现出一个身穿红气袍的美妇人 她浑身上下 鲜血淋淋 她背后是无尽的厮杀 铺天盖地的树法狂流 故事还传来一道道两笑声 清云公主 你们这二流小宗门可没能力培养寒灵神脉 呵呵 太清公主说得对 寒灵圣云乃是未来圣人之词 毕竟种子 可把我星云宗万年不衰 放在你们这二流宗门 太虚采了 哼 星云宗主 你千莫颠倒位置 明明是把我天一神宗十万年不衰 诸位道友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那寒灵圣女 等找到后 我们再看她会选择哪一宗门 我等公平竞争 哈哈 好 清云公主 你若是再不说出天吸血的下落 休怪我等心狠手拉来搜你的魂了 清云公主转过头 对悬浮在空中那一道道人影 声音淒厉的喊道 玄机宗早就打我徒儿主意 他们还半路派人截杀 只怕我徒儿早就死在他们手里了 但 悬浮在空中的那些人影 自然是看破了她的心机 当下 一道灰袍中年人 一闪身 落在了清云公主身前 抬手按在了她头顶 冷冷一笑 等搜完你的魂 就知道是对事错了 心血 有朝一日 替我为清云公 付 付仇啊 刹那间 清云公主身体急剧萎缩 老化 凄惨的叫声 贯穿环宇 天心血死死咬着牙 盯着光瓶上血与火的画面 看到清云公主惨死 怒吼着哭喊了 不 不 你们这群畜生 她没想到 自己身怀神脉 竟给清云公招来了灭门之祸 她要报仇 她要为清云公所有人报仇 但她神脉被封 如果想要开卖 想要修为一日千里 唯有一法 拜张霄为师 前辈 求您收我为徒 前辈 求您收我为徒 天心血归在白线之外 不停地对张霄磕头 一道道喊声 回荡再见云山四周 哎呀 真是吵死了 吵死了 张霄嫌烦 索性在无敌领域之内 设置了空间屏障 将天心血的声音 全都屏蔽 小白似乎在为天心血求情 你小子要是再给我叫 我就把你丢出去 和天心血一块跪着 张霄自然早已赶知 天心血和清云公 发生的一切 真是无巧不成书 自己刚想推演一下 她是否啥时候死 这立刻就被灭门了 惨 老夫那些女弟子 哪一个不是迷醉三千克 校夜九千花的绝世大美女 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地跪在那边 没诚意 别想进门 前辈 就您收我为徒 前辈 就您收我为徒 山下 天心血一旧不停地喊着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星河斗转 昼夜交替 一晃 三天过去了 张霄和小白配合得不错 连接杀了数只二阶妖兽 呵呵 还差四千积分 就能升级解锁星技能 只找生死 另外 方圆五百多米的无敌领域 让张霄自由活动的空间范围更大 而且还覆盖了一小部分森林 里面有很多一节 二阶妖兽 对于这些弱小的妖兽 张霄没有滥杀 杨谷吗 等级太弱 杀了获得积分太少 小白从外面溜达回来 大脑袋甩了甩 然后可怜兮兮地望着张霄 一个劲地叫着 怎么了 小白伸出爪子 指向了百米外 那里有一团蜷缩成虾状的人影 这傻丫头 我本以为他会知难而退 就此离开 没想到 还真能狠地下心来 跪在那刻上三天三夜的头 既然这拜师成一道 那自己要是再不收他为徒 不仅显不出自己高逼格 还显得自己太小心眼 旋即 手掌一招 天心雪落在了张霄面前 前辈 求您收 收我 我为 为徒 天心雪翘脸苍白 嘴唇干裂 原本一张如花似玉的小脸 此刻变得十分枯搞 行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老夫门下第一百位弟子 张霄微微一笑 左手食指伸出 点向了天心雪眉心之处 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送你一份大礼 天心雪迷迷糊糊 听到这话 眉眸中蹦射出回光反照式的金光 他刚想张嘴说话 毕心凝神 煞时 一圈圈冰蓝光波 猛地从天心雪眉心处 向四面八方暴散开 冰金飞射 冰花凝结在道观大门 墙壁 石桌上 小柳树瑟瑟发抖 枝丫被冻凝在了半空中 小白虎蜷缩在树下 被惊吓得不轻 张霄双眸锋芒毕露 长袖一甩 两人随风而起 独摇直上九万 冲向九天云霄 天心雪体内伤势逐渐恢复 精神抖擞 面润唇红 再见到自己双脚离地 身上散一出一道道兵器 眉眸中涌上一抹惊骇失色 师 师尊 您这是要 他担心 害怕 看这场面 生怕张霄出现意外 张霄瞥了他一眼 抬头望天 淡淡道 你可知 为何你明明拥有神脉 修为却仅仅只有助激进 为 为何 神脉有逆天改命之能 也因此遭天道所尽 先天被封 发挥出的潜能 不过十分之一 若想解封神脉 非圣人之力 不可解封 那 那师尊您是圣人 我不是圣人 那您是 我是神 张霄双目凝天 右手指向蔚蓝苍穹 今日 本座张霄 以神的名义 为弟子天心雪 开神脉 今日 本座张霄 以神的名义 为弟子天心雪 开神脉 生如雷鹰 贯穿九万里 苍山谷河 一语落下 刹奈间 风云变幻 天空撕裂一道万丈裂缝 无数冷光寒气 如见一般 从苍穹上飞射出来 空中凝聚出一尊恐怖冰蓝蓄影 身披冰甲 手握冰锚 数十万之高 这天毕日 冰锚散发雷霆闪电 直击点名山山巅 天心雪抬头看到苍穹上的异响 在天心雪生出这个念头的同时 天心玉 八万亿里山河大川 轰然震战了一下 无数道目光 纷纷投向了截天山脉之地 青云宫刚惨遭血系 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在神风阁阁主 风灵天 将青云公主搜魂之后 已是知晓全部事情 曾经高高在上的玄疾宗宗主 通玄境大圆满的强者 在面对这天心玉 几大顶级势力的到来 冷汗打湿了全身 如同一条老狗般 安前马后 扶手贴二 不敢说半个不字 这才勉强保住一条狗命 通玄境强呢 当然强 这可是第六个大境界 在天心玉 已是能排的上号 能进风云堡 万民之内 不然 这玄疾宗宗主 也不可能在一方领域之内 成立玄疾宗 但 这些屠灭青云公的顶级大势力 他们更强 且不说 这些宗主 闻主 公主 实力早已踏入合体之境 差一个大境界 就能超凡脱俗 迈入圣境 成就圣人果位 汇聚天地之心 凝苍茫之力 他们麾下 类似玄疾宗宗主 这种通玄境 凌海境的强者 多得不可胜数 再见到这么大阵仗 谁能不害怕 呵呵 节天山脉 是该去瞧瞧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灰袍中年人手臂一甩 身上气息陡然暴涨 就在他们打算动身 万里之遥 传来震天裂地的弘响 紧接着 天裂开了一道万丈长的裂风 一尊庞大无比的冰霜巨人 手握长矛从天而降 这 这 这发生了什么 何方高人在那里度节不成 天鹰神宗宗主 天鹰子覆手而立 身上黑气爆发 防护在周身 双目死死盯着 截天山脉的方向 惊慨失色 这种程度天井 绝对是圣境之上 甚至是地境之上 他们清楚地感受到 那虚影这一击一旦落下 只怕整个天星域 都会被埋葬在 无穷无尽的兵器之中 天结成形 这根本不是在度节 这分明是什么逆天改命之法 亦或是什么 打破禁忌之药出世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们天星域该不会满蛋吧 天啊 谁能救救我们啊 这档攻击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接得下来的 一时间 这几大顶尖势力 人心惶惶 他们今日来此 只想夺走天星雪 那寒灵神脉 谁能想到 如今却是在 截天山脉这遇到了这种事 快 神风格宿速成阵 那道攻击落下来了 快成阵 神风格格主 风灵天 身上灵气狂暴涌出 双手合并 一个庞大无比的阵子出现 这一记下来 哪怕灭不了整个天星域 至少截天山脉数百万里之内 可能寸草不生 九旋太清宫 天鹰神宗 太古星云宗等人 皆是纷纷效仿 这个时候保命要紧 在他们构建毫法阵 等待抵挡恐怖的爆炸余波时 那一道攻击 在快要触碰到山宗的时候 凭空消失了 看到这一幕 李星云 天鹰子 太清风 风灵天四人 皆是不约而同的咽了口唾沫 眼睛死死瞪着 一眨不眨 心中惊具无比 掀起惊涛骇浪 这截天山脉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谁在那里面 竟能让这堪比圣境强者一击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就消失无影了 与此同时 见云山巅 天心雪在见到张霄 只是轻轻一挥手 就将那恐怖绝伦攻击 给打散成了空气口 一张俏脸 弥漫上无比的震撼之色 师尊的实力 果然强得可怕 张霄看向苍穹之上 那不断的凝聚兵器的冰霜巨神 冷冷一笑 呵呵 老夫以前也不是没开过神脉 以为就你这点小小的攻击 能吓到我 旋即 一指点出 大喝一声 凝神光 聚圣人之心 逼近大道 给我开 天地间 回荡着张霄的声音 那尊庞大无比的冰霜巨神 在这一刻 猛地分崩离戏 一轮寒冰血月 于无尽冰海之上 冉冉升起 照耀天地 意象在生 这一瞬间 截天山脉万里之内 天地冰封 无数妖兽瑟瑟瑟发抖 内与那些高阶妖兽 目光森然 怨毒 但还是得释放出最强的气息 这才勉强不受寒气影响 天心欲 未知震战 轰露 那轮庞大的寒冰血月 轰然从空中坠落 一个肉眼无法捕捉的素 砸向了张霄和天心血 是 师尊 随着那轮血月落下 天心血体内寒气越发刺鼓 就连他都有些承受不住 这股寒气 先闭眼 等你再看这个世界 你就是这天地间 无一无二的寒冰女 旋即 目光死死 盯着那轮急速坠落的血月 在那轮血月落入 张霄无敌领域一瞬间 张霄无止成爪 猛被一握 血月暴碎 化作一点光阴 落在张霄手心之中 手握日月摘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你敢相信吗 这个男人可手握日月摘星辰 一眉泛着血红色 散发着寒气的印记 世尊 我感觉体内精脉之中 有着无比澎湃的灵力 天心血握了握手 他有种一拳能打爆 整个剑云山的虫孔 但还是得收敛 要是真这么做 只怕 下一刻 张霄就让自己卷布盖滚蛋了 天心血眼中血色消退 身上 一圈圈冰蓝光波疯狂的 向四周爆散 一朵朵冰帘 如大道圣帘一般 凭空战法 天地间 浩瀚无比的灵力 疯狂涌入天心血这里 形成一道数百丈宽的玄武 呃 这是 我的境界提升了 助击九层了 不止哦 不止 世尊 难道我的境界还能 不等他说完 气息猛涨 助击大圆满 化神镜一层 二层 三层 直冲化神镜大圆满 气息还有冲到神通镜的余力 但 张霄轻轻打了个响指 将他体内的气息 瞬间压缩了1872比 境界稳固 如老树扎根九拳之下 坚不可摧 收天心血为图 领域范围 扩张500米 系统积分加一万 天心血境界 提升到助击九层 领域范围 扩张500米 系统积分加2000 天心血境接化神镜 领域范围 扩张1000米 系统积分加2000 天心血境界 提升到化神镜一层 领域范围 扩张1000米 系统积分加2000 随着天心血的突破 张霄耳边响起一道道系统声 这让他格外惊喜 他无敌领域 一下子扩张到了 12510米 可以解锁执掌生死了 张霄看了眼 内心激动 点了下升级 呵呵 这一眨眼就到四级了 照天心血 给自己获得系统积分之速度 很快 就能将这无敌领域升到脑级 然后就可以下山装逼了 想想山下生活 顿时新潮澎湃 热血沸腾了 主人成功获得执掌生死技能 升级进度3000 那那你 100万的升级积分 我脸个大草了 张霄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出来 系统 我领域还要扩张到什么范围 才能下山 覆盖整个剑云山 这 具体多少米 剑云山这么大 我没办法量数值 系统没有回答 张霄翻了个白眼 师尊 我化神经大圆满了 我化神经大圆满了 叫老师 别叫师尊 听着怪别扭的 还有 先别急着嘚瑟 你别忘了 灭掉青云宫的那些人 境界可远远比划神经 大圆满强多了 听到这话 天心血立刻沉下心 缓缓握紧双拳 是 师尊 恶步 是老师 好了 修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懂得劳逸结合 我现在给你开了神脉 先葬缓两天 然后你就要改换功法 之前修炼的 那功法太垃圾 老师 我那好歹也是 青云宫最顶级的功法 这到您嘴里 就变成垃圾了 行 反正您是大佬 您说的都对 另外 咱们三个的伙食 你来解决 去找三阶妖兽玩 玩完了 就给它考了 也算是磨练你的战斗经验 加快灵力突破 这两天 天心血与妖兽厮杀不断 每次回来 都衣衫不整 身上有不少血痕 但气息却是越发的凝食 至于血痕 它这寒灵石脉的体质 痊愈的速度快得可怕 晚上 天心血洗完澡 浑身香喷喷的 在小柳树前烤肉 小白虎在一旁 对天心血又是摇尾的 又是蹭他裤头的 这看的张霄 没好气地哼吃了什么 狗日的虎小白 真是只色虎 自从天心血来了 这家伙就好像发情了一样 整天围着天心血转 见色妄异的家伙 不行 不能这么怪着他的臭毛病 小白 小柳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修炼 你们在我身边待了这么多天 到现在连一街妖兽都不是 再不突破 小心我给你们扔下山 张霄恶狠狠地瞪了炎虎小柳 吓得这小家伙 急忙向天心血身后躲闪 缩了缩毛茸茸的大脑袋 不敢看张霄 哈哈 小白 老实的话我可不敢不听 去 快去修炼 吃完饭 张霄躺在万米高空之上 悠哉地翘着二郎腿 仰望星空 心想 愁啊愁 自己这啥时候能下山啊 天心血领着小白出去溜圈 与之同时 一蹲蹲散发着极强气息的人民 从天而起 于四面八方 冲进了洁天山脉 向剑云山起来 寒冬 沿路所有山峰皆已搜查了吧 莫护法 巨九旋太清宫 天音神宗 神风格来报 已搜查完毕 那就是说 只剩下眼前这座剑云山没搜查了 没错 按照之前的异想方向来看 只剩下剑云山这一座山峰了 莫护法 用不用通知其他宗门前来 通知吧 让他们去别的地方赶紧看看 也免去我们很多麻烦 我们过去看看 这股气息 是神通静 还不止一个 天心血俏脸微变 双脚离地 便是打算飞退 无需退后 对啊 在这 老师就是无敌的存在 我怕个毛线啊 天心血仔细感应了下 美眸微眯 心里也有定数 两个化神静大圆满 两个神通静中期 一个神通静大圆满 这等阵容 便是放在天心玉 也足以排得上二流势力 只是 不知他们为何会来这件云山 竟然有人在这件云山 还是个女的 莫护法 莫护法 她是天心血 她就是天心血 真的 真的是天心血 哈哈 真是天佑我太古星云宗了 没想到 在这 竟然就碰到了天心血 莫护法 其他宗门正往这赶来 我们赶紧擒住他 免得夜长梦多 说得对 是你跟我们走 还是我来动手 秦祝你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思考 在听到太古星云宗那几个字后 天心血已是彻底明白了这些人的 他们 是灭我星云宫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们的宗主 杀了我世尊星云宫主 狂怒 一点点在心里声出 我要杀了你们 哼 三秒已到 一个化神静大圆满的人 别敢在我们面前叫嚣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你还是乖乖地跟我回太古星云宗 做宗主的双修卢顶吧 这就是化神静和神通静的差距吗 融合了大神通 大数法之力 呵呵 既然你选择我们带你回去 那就别怪我落手催花了 莫护法一挥手 身后一群恶狼冲向天心血 眼中充满贪婪和垂涎 本想着 让小雪在生死之间突破到神通静 结果 你这个家伙 却让手下群而攻之 真是浪费我的感情 不见其人 便闻其声 太古星云宗那些人 脚步顿时一停 望向四处 不知是谁在说话 谁在那里装神弄鬼 瞧你这话说的 什么叫装神弄鬼 我本来就是神好不好 这应该是通天大能的传音之术 他肯定不在此地 不然 早已出手 他传音 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 快 抓住天心血 立刻离开此地 呵呵 如果你们不愿称我为神 那可以叫我另一个称号 比王 张霄微微一笑 刹脉间 空间禁骨 比王 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这潜词造句的能力 真是和他的实力一样 太厉害了呀 天心血满眼崇拜地望着张霄的背影 一如小时候望着自己的父亲样 太古星云宗这些人 一动不动 呲牙咧嘴 一脸茫然 似乎完全搞不懂为啥自己突然就不能动 后方 莫护法保持着转身 迈出不子的姿势 看样子 他早已心生警觉 想要跑 可惜完了 空间进步 连宗主和体境的强者都办不到 至少也得是踏入圣境的强者才行 这怎么可能 才二十岁左右 就圣境强者 吃药催化的吗 打娘胎里修炼 也不能这么牛逼啊 怎么样 感受到神通镜的玄妙了 老师 感受到了 神通镜可将万般神通融合在血肉 银力 经脉之中 可以说是牵翼发而动全身 只要浑身上下 有一点爆发攻击 那么 所有修习的神通 会在身体各处自动生处 无懈可击 不错 但你要知道 如若天赋一笔 可自创攻法 神通 术法 这样 与自身契合度就会更高 发挥出的威力 也是你难以想象的恐怖 张霄打了个响指 天心血身上泛起点点绿光 好似生命之气 贯穿在他体内 短短一秒 他身上伤势立刻就复原了 老师 我的伤势都好了 暗伤也好了 老师真是太强了 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 自己的伤就全好了 这种手段 真的是神乎其神 玄幻莫测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老师这种高度啊 此时此景 张霄特别享受 生而为人 不就是为了装逼吗 伟大尼古拉斯 莎士比亚 周树仁老先生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不装逼 与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错了错了 拿错剧本了 应该是 原本没有人会装逼 但自从有了 第一个会装逼的人 就越来越多人喜欢装逼了 刚才 你们想抓我徒弟 算了 我已经看到了 还有你 你压的给我过来 你特么的 怎么不继续动手啊 我还想让你 做我徒弟的魔角石 祝他冲上神通镜 你可倒好 让你手下去抓 喜欢装逼是吧 下次记得自己动手 主人击杀一名神通镜大圆满 两名神通镜中期 两名化神镜后期 领域范围扩张2000米 系统积分加4000 太古星云宗之中 出现了一道道玉牌碎裂之声 宗主 莫护法他们的玉牌全都碎了 这些大宗门 都有核心弟子的玉牌 抽取他们一缕生命之火 用以监控生命活动 就和之前天心学手中的 青云光阴 作用是一样 他们死了 死了 怎么样 你们派出去的人可有消息 玉牌碎了 你们派出去的人死了 难不成 那天心学已是解开了 寒灵神脉的封印 修为从筑基九层突破 到了通玄 甚至是灵海 果然是传说中的寒灵神脉啊 短短几天 就连破三个大境界 从筑基到化神 再到神通 通玄 灵海之上 好可怕的神脉 若是我得到了天心学 到时候 何愁不入圣经 太清风 李星云 天鹰子三人 皆是双眼微眯 不留痕迹地瞥了几眼另外两人 他们又不是傻子 在风铃天校的时候 心里就已经有了个字的算盘 必须拿到天心学 传我之令 调集宗门之内同学 灵海静强者 给我杀入剑云山 活捉天心学 感谢这波老铁门送来的 系统积分和领域扩张 要天天都有这种沙雕们上来 那该多好啊 也不知道 那些狗屁宗门 会不会派人上来 到时候 就又能收割一波韭菜 稍作休息 明日呢 冲击神通静 是 老师 交代完一切 张霄想起 之前古墓门这个势力 有一个叫李老八的 自己让他下去带个话 想必 现在已经滚回宗门 说完话了吧 既然留着他没用了 就换成系统积分吧 一分两分也是分 呵呵 那就试试 执掌生死 这个新的技能 你敢相信执掌生死技能 居然这么牛逼吗 张霄捏着李老八的那根头发 呵呵一笑 心念一动 门 门主 我 我在剑云山上 遇到一位黑青年 他 他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李老八赶露数天 说正是 门 门主 那黑黑青年 让我给您 给您带个话 他说 他说 日后若时遇到张启林 麻烦您告诉张启林 他是不是在剑云山上 等着他上供呢 你说什么 张启林 你再说一遍 数百年前 有个年轻人来古墓门 想要争夺这里的造化 与古墓门之中的强者 站了一场 差点就将这里给打包 那个年轻人 不仅实力强悍 而且精通各种的因死之术 可怕得很 他的名字 至今 古墓影还记忆犹新 探明 张启林 李老八经恐不安 急忙颤生道 那人说 日后若是 若是遇到张启林 麻烦你告诉他一声 他师父在剑云山上等着 话未说完 一声清晓 李老八化为虚无 看到这一幕 古墓影背后生出一股冷汗 竟然在万里之遥 隔空杀人 这种手段 比他们古墓门的因死诅咒 更为恐怖 如屈腹 如隐随行 如君 心灵 主人击杀化神境 领域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还真的就能隔空杀人 这技能牛逼大了呀 这技能真是为装逼而生的 翻手为生 覆手为死 生死 皆在我心仪念间 想到这 张启忍不住心中澎湃的热血 脑海里蹦出一连串奇怪的想法 今晚就得试试 这执掌生死 到底有多逆甜 张启神念一扫 便是将灵中一只血眼白狐给抓了拐 眸光一闪 手指一指 血眼白狐 屏空炸开 化为虚无 生出一个想法 如果我把他杀了 又复活 再杀 再复活 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系统积分 如果真行的话 岂不是分分钟就能升级解锁第五个技能吗 这下 真的不用发愁 没有人上山送惊艳了 张肖打了个响指 一点点绿光 凭空而生 粒子飞舞 原本化为虚无的白狐又重新出现在张肖面前 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 谁能来给我解释解释 我这是又活过来了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声问响 血眼白狐爆炸 意想中的系统奖励声并未出现 张肖不由地皱了下眉筒 难不成 这个系统还有手杀这个概念 为了防止自己作弊 获得系统奖励 没劲 张肖哼了声 抬手一挥 血眼白狐又重现在原地 他震惊了 他记得自己刚刚真的炸砍了 死得透透的 可现在又活过来了 卧槽 这个黑衣青年 究竟何方神圣 天啊 老师 老师竟然能将死去的妖兽复活过来 这 这怎么可能 走吧 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到三阶 四阶汉 妈的 以后再也不再见云山呆了 小雪 知道 为何这世间有神通 术法两者之分吗 不知 老师 难道神通和术法本质不同 当然不同 神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本命神通 本命 没错 一入神通之境 便可修习自己的本命神通 本命二字 讲究的是与自身契合 进而能发挥出百分之百的威力 甚至是百分之两百 三百 更强的威力 我明白了 这意思是说 神通可以自身融为一体 而术法不能 不错 因此 神通此生只能修习一种 而术法可修习千千万万 你之前和那神通境交手 也可以感受到 他四肢百骸 都能发出强大攻击 这是因为 他本命神通在身体内产生了变化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神通在你体内 聚 是一团火 散 则是满天星 更能与术法融合 提升威能 接下来 你先入神通境 开辟四窍五学 七十二脉络 并将寒灵之气 禁术距于天问之学中 打通全身368块镜 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神通 老师 你让我自己创造神通 天星血微微一静 创造神通可非一世 他一个化神境大圆满的渣渣而已 连神通境都不是 怎么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通 呵呵 老夫的弟子 岂能是繁琐 你师姐 小十六 当年可是在助激境 就创造出了神通 小十六师姐 竟然这么厉害 怪不得老师经常提及他 不行 我也要成为老师最得意的弟子 我也要让老师时刻提及 师姐能做到的 我天星血一定能做到 这一刻 天星血不平静了 不服输的好胜心 激发了他的野性 闭眼 凝神 调戏 运转功法 冰蓝色的寒气 从他体内逐渐散溢出来 天星血盘坐着地面 瞬间动凝成一片厚厚的冰层 注意看 天星血正在创造本命神通 这就开始突破神通境了 天星血猛地睁开双眸 原本黑色的眼眸 此刻变成了赤红的血色 他身下 蓝色冰层 瞬间 被无边无尽的血红所覆盖 天星血散发出来的冰蓝色的寒气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变红 一朵朵血色寒帘从空中飘落 散发着无尽的威压 这小妮子该不会先创造本命神通 然后再进阶神通境吧 天赋牛逼 就是任性啊 苍穹之上 无数道血色为庭 犹如先帝大手 当空落下 淹没大人 震动天帝 这是 血先灭寒雷 张霄看到这一幕 眼瞳闪过一丝惊恶 如果这不是他的无敌领域 他也会害怕 因为 这是仙劫 这是大道仙劫 哪怕是当年小十六自创神通 也不曾引动这种恐怖大劫 天心血双手缓缓抬起 一轮庞大无比的血月 在其背后 冉冉升起 天心血一直点向苍穹 冥王那即将落下的苍穹大劫 缓缓开口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一刹那 九万里山河谷川 回荡着天心血的声音 血色寒气从山顶暴涌而出 所掠之处 尽数动名成了冰雕 自上一次 截天山脉这里出现恐怖一象后 天心欲 大大小小的势力 纷纷朝这里赶来 有些人是想看看热闹 有些人则是想碰碰运气 毕竟 这天生异象 只怕是有什么天地宝物出使 然而 这些宗门 势力 皆 变成了一尊尊栩栩如生 生动形象的血色冰雕 它们惊恐 畏惧 恐慌的眼神 永远停留在动名之前的那一刻 血连之中 道法闪现 规则沉浮 血液崩塌 最终 汇聚在天心血之间 恍如一个小世界 有无数法则飞舞 秩序常恋隐没 神光宝树 光彩亦万 线杰雷霆 在落入张霄无敌领域那一瞬间 消失无疑 天心血免受雷霆轰击之痛 老师 我的本命神通 天上地下 唯无独尊 可还行 不错 我张霄的弟子 岂能落得繁俗所述 小雪 你这神通的名字够霸气 逼格够高 我很喜欢 这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真的是帅到棒 只是可惜 天心血目前境界太弱 不然 一旦失展开 天地一切 世间万物 九万里山河大川 尽数冰封 天心血自创神通 领域扩张一千米 系统积分加五千 那老师 你的神通是什么 我的神通 帅算不算一种神通 长生不老 容颜永驻 算不算神通 其实 我也想体验一下修炼的滋味 老师 您真的能长生不老 不死不灭 呵呵 好好修炼 有朝一日呢 你踏入地境之上 摸索传说中的仙道 成就仙位 正道长生 你也会和我一样的 老师 我既然身怀寒灵神脉 自当一世无敌 踏破地境 正道成仙 好 我张霄的弟子 岂能甘愿平凡 小雪 有客人来了 随我接客 客人 在哪 我怎么没感知到 空中 一道道人影 陡然悬浮在了剑云山上空 刹那间 恐怖滔天的威压 笼罩在了剑云山山巅 天心血何在 说话者 乃是天鹰神宗四大殿主之一的 天殿殿主 灵动 修为已入灵海境 一身是鹰吞天魔宫 不可一世 张霄如没听到一般 翻来石桌 悠然自得喝着茶水 浑然不将空中这三百多位同悬镜 灵海境强者 放在心上 哈哈哈哈 灵动殿主 看来你说话不好使啊 连一个凡人都不咬你 我看你这天殿殿主之位 还是胆尽让钱吧 天皇老哥说的有道理 灵动殿主 你不是一向贱人就杀吗 你经个这形式风格 可不像你啊 妈的 老子今天是心情好 不然 在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 他就是个死人了 我就是天心血 哼 你就是天心血 很好 跟我回宗 你现在是我天鹰神宗的圣女了 灵动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抢老子的东西 既然天心血出现了 那就要看谁能抢到了 滚开 就你们这些垃圾 也敢抓我回去 呵呵 真不知你依仗什么 竟然还敢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依仗 就是我的老师 老师 哗哗哈 他就是个凡人 也配做你的老师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天鹰神宗 只有宗主才配做你的老师 灵动哈哈大笑 在他眼里 张霄就是个屁 只等抓住天心血 回头一弹指 就将这个凡人抹杀了 而琳琅峰 直接不和他们废话 早早就暗中催动传送福禄 就欲直接带他离开此地 你敢 住手 云天皇 风天行在剑道琳琅峰行动 一前一后 施展神通术法 这时 张霄终于微微抬眼 看向了他们四人 目光如炬 洞穿虚空 一眼望去 四人瞬间止步原地 动弹不得 神 什么情况 自己怎么突然间就动不了了 等等 自己刚才明明启动了空间挪移福禄 为何 为何福禄会失效 这是空间禁锢 难不成 这剑云山上 有地径的强者 空间禁锢 这怎么可能 根本不可能 如果有地径强者 为何感知不到半点气息 呵呵 逼逼完了 要是逼逼完了 就送你们上路吧 你们看 这四个反派有多能找死 竟然跑到逼王道观闹市 还敢抢人家徒弟 小友 刚才是我等怠慢了 还望您能让您背后的那位爵士强者 出来一见 老朽当面给他赔个不是 了却我们之间的误会 赶紧求饶 或许能保住一条小命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这是我的道观 而我 就是你们口中的背后者 顺 顺 真 真是地径强者 林总剑主 怎么站在那里 不动弹 爹 大长老这是怎么了 一直站着是什么意思啊 我去 这四人在那耍什么帅 天心血就在那 咋不抓呢 不对 你看他们四人的姿势 像是被禁锢在了原地 开什么玩笑 非圣尊 毕竟 不能掌控空间之能啊 难道这道观里 隐藏着一位绝顶大能 空中这四大势力之人 此时一脸惊疑 在他们看来 张霄不过二十岁年纪 怎么可能是地径强者 而下一刻 张霄给了他们答案 抬手生 副手死 一切皆在我一面之间 四人阴声炸开 话为虚无 张霄留下了他们的内子空间界 什么 死了 变主就这么死了 大长老这是没了 吃那个黑衣青棉 吃那个黑衣青棉 原来他就是地径强者 他就是 快跑啊 路 我不信他是地径强者 神风格诸位 跟我一起为副格主报仇 杀比 他都出手了 还能不是地径强者 就权太清宫所有人 快撤 呵呵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话音刚落 三百多位争相逃窜的身影 瞬间凝固在空中 不等他们多想 一道爆炸声在空中响起 随后 像是多米诺牌一样 起了连锁反应 天心血不由地抬头 翘脸上的神色逐渐凝固 那是 下雨了 天上 落下了一场血雨 这些强者鲜血 具有很强的灵气 经过进化后 只剩下纯净磅礴的灵力 正好可以滋养此地 主人击杀四位 灵海境五层强者 53位灵海境强者 257位空旋境强者 领域扩张 六万3470米 系统积分加 二十二万七千八百 主人目前解锁技能 修为无敌 空间之主 灵化万物 执掌生死 系统积分 二十四万 距离解锁下的技能 还差积分76万 呵呵 这一波血转 直接将领域扩张到将近八万 积分更是蹦到二十四万 这种感觉 就像你买彩票中了一个亿 抽奖抽中了一辆克尼赛格 爽爆了 笔也装完了 钱也赚够了 该打打天心血的主意了 只是张肖不知道 今天 剑云山下了场血雨 明日 天心玉就掀起了一次 为七树版延不停歇的新风血雨 四大顶级势力 太古星云宗 九旋太清宫 神风阁 天鹰神宗 就此失去了在天心玉的统治力 这四大霸主级别的势力 冲玄静 林海静 这中流砥柱的强者 只剩下不足十位 如若不是他们门内 还有几位隐藏的老伴 只怕早已坠入深渊 被其他势力打入凡尘 永世不得翻身 数千年宗门底蕴 就此烟消云灭 日后 他们提见云山色变 宗内上上下下 不可提见云山三字 为者 灭九族 呼的 张肖目光如炬 老师 窥探自己 很不好受 有意思 金鹰还真是热闹 还有这么多人 不怕死被要上来 见云山山脚下 成千上万的人 身着不同宗门的服饰 仔细一看 全都是二流小宗门 旁门 天府 炸天帮 鸿蒙 真浪叫 你们这些人 打扰到我休想 一道浩然庄严的声音 疑似从九天之上落下 轰然在这数万人的脑海中炸开 这上旺的宗门 数万人 在这一刻 皆是惊恐战力 胡扶在地 纷纷磕头跪拜 口诵真惊 天地饶命 饶命啊 我等冒犯帝君 还望帝君恕罪 恕罪啊 这当真是帝禁 真的是帝禁强者 这便是帝者之威 我等穷尽一生 也望不到其背影 可悲 可叹啊 都滚吧 话音刚落 空间扭曲 位在山脚下的这数万人 竟是在一刹那 全都被顺移了出去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帝者没杀我们 他只是把我们赶出来了 我的天 你们看啊 你们快看山上 在这数万人抬头的一刹那 剑云山上 无数朵七彩斑斓 九色睁艳的大道天花 争相开放 一片又一片晶莹剔透 九彩光溢 流光横闪的花瓣 从苍穹落下 漫天花海 无边无际 铺盖整个剑云山 张霄一袭黑衣 副手立于万花之中 黑发如铺 发丝飞扬 晶莹发光 掀机遇骨 浑身上下散发出盈盈耗光 衣袖飘飘 先锁道骨 威势沉天 如折仙般 仪势独立 如神灵般 浩然飞升 如天地般 不可观之 一念花开 君临天下 我张霄就是这万帝之君 老师 我破镜了 天心血秃破神通镜 领域扩张一万米 系统积分加两万 这么快 不错不错 那这些是刚才缴获的好东西 功法 神通 兵器通通扔掉 只留下灵源 丹药 灵药这些 靠 这群穷逼 好歹也是通玄境 灵海境的强者 总共就十几瓶丹药 挤住灵药 老师 总比没有的好 再说了 捷天山脉这么大 肯定有更好的灵药 到时候我去踩一下 也好 你已入神通镜 是该进山脉 找些厉害的妖兽打打 这样能让你更快进界 这样 我好坐享其成 躺着赚积分 也好尽快地下山 不过 在此之前呢 我得做一件事 老师 你拿我一根头发干什么 该不会有那种体好吧 我就是杀了你 什么 老师要杀我 他为什么杀我 不 不 不 老师 我哪一点做错了 您告诉我 我改 我改还不行吗 求你别杀我 别杀我 嗯 你什么都没做错 也不用改什么 我就是要杀你 不不不 老师 求你饶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你的废话太多了 我讨厌话多的女人 呜 老师 卧槽 你倒是杀了 这都多长时间 怎么还活着 老师 果然我又活过来了 哼 你长这么可爱 天赋又这么强 老师可不舍得杀你 再说了 没有把握的事 我会做 这小丫头 竟敢不相信我 这两人啥情况 刚才还嚷嚷着要死要杀的 怎么这会又有说有笑的 还有 主人这脾气也是醉醉的了 你把天心血复活过来是啥意思 不对 这两人怎么看都像是在演戏啊 戏演得不错 情感真实 自然不做作 以后要是下山了 找到你三十二师兄 和他讨教一下戏道 切磋切磋 怎么没听到系统提示声 难道杀自己徒弟没有奖励 小雪 这是我自创的一种道法 名为生命之心 以你的心魂为引 血肉为印 刻画在阵符之中 再汇聚我执掌的生死这神通之力 便可将其命魂留在自己手中 一是两份 分为主副两道符法 副符法 种在你体内 让其与自身融合 主符法 留在我神魂之中 这样 无论你走到哪里 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死亡 只要我还活着 那你就不死不灭了 那 那岂不是说 即便是千年万载之后 我寿远已尽 你仍然能给我复活过来 这可是逆天改命 与天道强夺一线生机啊 自己也得捧主人的场子 这年头 做一只田虎 也是没错的 田到最后 肯定应有尽有 这狗日的小白 咋跟微信上那些猫的表情包一样 这还了得 老师 如果你将死去的人复活过来 能让他变回最年轻 最巅峰的状态吗 呵呵 这个嘛 我目前还真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试验品 等以后有机会下山 记得提醒我试试这个想法 对哦 老师 我一直有个疑惑 你这从来没有下过山 难不成 打算一辈子都在山上待着 当然不可能一直在山上待着 为时只是暂时 在山上清静一段时间 等时机一到 便会下山去瞧瞧 顺便看看你的师兄 师姐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时机 什么时机 妈的 我特么 就是信口胡周乐的借口 我也知道系统 啥时候让我下山 谁特么的 就没点秘密吗 你这徒弟当的 怎么跟女朋友一样 祖宗十八代的户口 都要查一遍 天机不可泄露 为师呢 正在推演 别看着了 赶紧把你体内的生命之心给练化 快点 快点 赶紧转移话题 不然这小丫头 肯定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老师 我好了 不错 现在 你按照我说的 试验一下各种思法 以免出现披漏 好 接下来 天心血就进行了 108种花样思法 结果 无一例外 天心血都会复活过来 看来 这算是实验成功了 之前我一直担心 如果对方将你神魂禁锢 让你肉身死亡 练你魂魄该如何是好 现在看来 倒是不用担心了 走 去截天山脉内部 找几只四阶魔兽 五阶魔兽 和你练练手 五阶魔兽 老师 你确定我现在能打得过五阶魔兽 呵呵 你都神通静了 和四阶妖兽对战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想要尽快突破瓶颈 激发血脉的潜力 就得在生死间游走 老师 这是 这玉琢 由玄流先冰石打造而成 可随你心意变化成 最合适你的武器 你先试试 试好了 我们再出发 不行 不行 这个太不符合你的气质 就这个了 老师 我们走 有名字 就叫韩心吧 这 这就好了 速度太快了吧 走吧 我记得这里有两只四阶妖兽 三云通天马 必吃神牛 小儿 我又没冒犯你 你来打扰我轻信干什么 大爷的 我知道你牛逼 但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这是何意 这四阶妖兽 能口吐人言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完全和三阶妖兽 不是一个概念 真不知道 七阶 八阶那些能修炼成人形的妖兽 又有怎样的威能 四阶巅峰 差一点就能突破五阶 目前状态也不稳定 有可能随时突破 不节入五阶 不错 正适合你来练手 奶奶的 我们已经隐藏了修为 哪怕是合体性 反虚性强者都看不出来 这狗人的小白脸 看来真的是圣经 甚至是地性强者 看来剑鱼山那里 下了异常邪语 死了很多人类的强者 应该就是这两人所谓 快溜 快溜 奶奶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呸 俺老牛平常给你们当练手的沙包 白白了你 空间禁锢 物操 老子咋不能动 马鞭 这人类还真会空间禁锢 太牛逼了吧 我有什么资格 呵呵 就凭这八万米山川大河 竟掌控在我之上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去 先和那条蟒蛇对战 然后再和那头牛对战 你两个记住了 别给我留手 必须认真和我徒弟对战 否则 死 草 真是倒了十八辈子血没了 怎么 怎么就遇到这两师徒呢 你们两个对战 既分高下 也分生死 小蟒蛇 不要留手 有多大能耐 就是多大能耐 记住了 不是你死 就是他亡 小雪 不准动用你的神通 但是可以在体内 催动神通 激发寒灵神脉的血脉之力 并将神通融合到周身各处 是 老师 不要模仿我 按照你最初的术法路线走 随你的本心而动 刻意模仿 反而会大大降低你原本的攻击力 好 老师说的对 如果一味的模仿 我很难走出自己的路子 甚至 一生都只能仰望老师的背影 我去 这小丫头虽然只有神通镜一层的石 但那气息却是不比我们弱多少啊 上 麻痹 你们打救她 能不能不波及我 我特别的现在被禁锢在这里 连防御都是施展不了 这被你们一层层冲击波给重伤了 一会儿还和那小丫头打个香蕉蛋蛋锤啊 地驰神牛通体闪烁出碧率圣光 这是她的本能防御机制 再来 剑随人动 人随剑动 人剑合一 这么快就摸透了剑法之奥秘了 有点意思 看来天心血之丫头 用剑倒是一把好手 这剑倒天赋 已是仅次于老大和老十四了 小丫头 既然你执意不退 那就别怪我杀了你 毕竟 只有杀了你 我才能活下来啊 这个小蟒蛇 要进化了 我得出手帮助她完成进化 只有这样 天心血才能面临险境 激发生死潜能 超越规则束缚 让自身处于一种更加强大的状态 甚至是开创属于她自己的禁术 小丫头 这是你逼我的 一起死吧 三云通天蟒之所以有三云这两次 是因为她能够引动天上云内落下 将浑身精气神 妖兽之灵 全都聚集在舌头之上 生出三朵天云神徒 这神徒 是通天蟒血脉应景 传承荒谷 万年不断 一旦开启 战立绝伦 可占六阶 奶奶的 这只臭蟒蛇 你进阶就不能收敛起意下 俺老牛都快被这股威压给压爆了 呵呵 我倒是忘了你 没事 我护住你 你死不了 这人类到底在打的什么算盘 不行 俺老牛的防备 这条臭蛇都进阶了 俺老牛也得赶紧进击 这样才多一分自保能力 喂 你们两个家伙 尽管放心大胆的杜劫汉 只要你们好好和我弟子对战 我保证你们进阶 不会有任何妖兽来打断你 这可是你说的 小子 你别管我 你要是让俺老牛进阶成功 我可当你弟子练手的沙包 两个四阶妖兽进阶 引发了大地震 节天山脉动荡不明 内遇那些老不死的 目光灼灼 身影微动 皆是隐匿气息 遥遥远望 随时打算暗中出手 稍作调息 待会继续 拥有神脉者 只有死战 狂战 方才能激发出最大的潜能 甚至一日踏破神通镜 也未可治 一日踏破神通镜 这世上 哪有这种绝世天才 修炼妖灭 不可能吧 三云通天马 即将进化成功 身躯泛起了点点阻光 头顶那三朵天云 也已经变成了四朵 与之同时 碧池神牛狠狠一舵脚 浩瀚无尽的碧绿神光 差代间 气息暴涨 七阶 不 这是八阶妖兽 甚至是九阶 堪比人类的合体性 反虚性 怕什么 本座说了 保你们不死 成功进阶 定说到做到 给我滚 这里 我照的 这里的妖兽 也只有我能杀 无知小二朵 切莫嚣张 我还真不嚣张 你们好好享受一下 最后的时光 等过些天 说不定 我就会把你们都给哭了 哼 我等着你来杀我 喂 你们两个五阶了吧 赶紧的 别废话了 打我徒弟 狠狠地打我徒弟 女娃娃 虽然我不知道 你师父葫芦里 卖了什么药 但既然他让我杀你 我劝你还是赶紧自杀吧 就算我之前处在四阶巅峰 你也不是我对手 就更别说我现在已有五阶 有着天云神徒的家屎 你就是个渣渣 明完不灵 喂 他师父 我要杀他了哈 无所谓了 这对师徒到底在想什么 杀了他徒弟 我肯定也活不了 不杀他徒弟 自己就得死 特娘的 神经病啊 不管了 反正他肯定会出手救他徒弟 卧槽 你马碰死啊 老子根本没想杀你的 是你自己冲过来的 前辈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 是他自己刚刚撞上来的 神牛 你小子可以作证 这浑水 我可不疼 谁让你通天王战力比我强 要不人家会先选择你打头者 让你逼俺老牛力 活该吧 完了 这天兴许死的连渣都不剩 这白衣青年嘴上说杀了他 可人类反复无常 万一反悔了呢 不错 杀得好 你差点就逼出了天兴许的血脉神灵 血脉神灵 难不成 这个女人体内身怀神脉 卧槽 我竟然扼杀了一个 有望踏入地性的绝世天才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他师父更饶不了我了 前辈 求您饶了我吧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是您说让我杀了他的 你可不能言而无懈啊 您可是通天大物 绝顶大能 一口唾沫一个定 反悔可不符合你的身份 这狗日的 这资讯 怎么看怎么有点 身份这种东西 本座向来不在乎 该说话不算话的时候 就绝对不能优柔寡断 我了个大曹 这么牛逼的吗 竟然复活过来了 俺逼个牛神啊 这什么大神通 能让死人复活 就不怕被天到了一节批死吗 这是大帝 还是神灵 这从天道里 争夺魂魄网生 抢夺轮回 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其 大神在手 求您说我做您的坐骑吧 什么 你他妈之前 是怎么强横的来着 大帝 您这种未安身姿 俊美容颜 绝世风采 坐骑怎么能是一头牛呢 您的坐骑 应该是一头 即将修成真龙的我 卧槽 臭蛇 你特娘的连这个都跟我抢 你敢不敢还不要连点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点子 直接被通天王给抄袭过去 七头蛇 确实比七头牛帅 完了 有事全无啊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 啊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 这位可是万古不可多见的 无事狠人 不死青年帝君 这么牛逼的人 我通天王别说当坐骑了 就算是给他刷厕所 我都利用 喂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继续给我打架 打架 我呸 打架是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只有勉强当一只铁牛 活在大地的胯下 舒舒服服的东奔西跑 才是最快乐的一生 自己死了的这段时间里 老师是不是给这两个家伙 灌了什么迷魂汤 怎么一下子 就爱上了老师了一样 这么可怕的吗 你特娘的不知道文明用语吗 什么叫在胯下快乐一声 给老子管 大地 姐听完老牛一言 您听完之后 保证您蹊跷通风 心神舒畅 喜不自生 麻痹 真是头不要脸出声 这下 自己只能争取当个所长了 掌管大地的厕所了 行了行了 当我做起就免了 我堂堂万帝之君 出门 骑头牛算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们跟我回剑云山 我有事 交给你们 我了一个大曹 我刚才经历了什么 我怎么一闭眼 就到了这个剑云山上 俺逼个牛神啊 我是谁啊 我在哪 我从哪里来的 我还活着吗 你们该不会被老师的手段 给震惊到了吧 挖头了 怎么突然出现两只 这么强的妖兽 太可怕了 你们两个 这只小白虎交给你们了 帮我往死里练 这 这要怎么死练吧 老鹤 还挺萌 万一弄坏了 主应该不会杀我们吧 呵呵 怎么变态怎么练 这家伙整天好吃懒做 天天卖萌 这么长时间都没进阶 白夏他这一身 天恶白虎的血脉 练就好 反正死了 我还能把他复活 你们两个 把头伸过来 这 这是 通天蟒感受到体内血液在沸腾 隐藏在血脉最深处的东西 似乎有所松动 有所浮动 这是 这是真龙 我已经将你体内真龙之血 完全激发 好好修炼 日后说不定真能进化成真龙 只不过 真龙之血太过稀薄 如若你日后能找到一滴真龙血 那进化成功的几率 便是百分之一百 多谢主人 主人 俺老牛呢 没啥本事 就在你身边帮你打个砸 这是我妖元星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妖元星乃是妖兽生命之根本 不仅可以掌控其生死 还能抽取他的力量为自己所 呵呵 不错 那我就收下了 这两头五阶妖兽 可不和小白虎一样 他们完全就是 臣服于自己的力量 感情也是建立在敬畏的基础上 哪怕必吃神牛不说 我也会跟他们要之妖元星 主人 好了 你们三个去修炼吧 老师 有人来了 我知道 老师 这 这是有哪位强者降临吗 感觉这种威能 能和您比肩了 不是人 是一只妖兽 妖兽 什么妖兽 竟然能有这种葬灭 世间的大恐怖战力 就算是九阶妖兽都远远不如 呵呵 普通大妖和古兽 自然不能 但若身怀无敌血脉 神兽之意呢 若是自封了数千年 甚至是上万年的荒谷大妖呢 那 你看那两个起不来的家伙就知道了 此刻通天莽和必吃神牛两个家伙 显现出了庞大的圆形 低着舌头 垂下牛头 万丈身躯不停颤抖 只有小白虎 瞪着两个充满好奇的狐眼 望着天上那道阵法阴影 狐脸上露出一丝厌恶和嫌弃 以及不爽 不知为何 他体内血液在沸腾 战意在燃烧 来了 好热 这阵图好像一颗大火球 好烫 这阵图蓄影 看上去像是一只鸟啊 难不成 自己这是要收获了一只上武神兽 四大仙界阵首之一的主角 我的天 这 这 这 已经不是空间禁锢了吧 这是 时间静止啊 终究还是不行 极致的空间之力 最多能暂停一米 远远不及时间静止 这是 一枚弹 一枚弹就能施展出这种滔天威能 在这弹里沉睡的 会是何种神兽 大妖 喂 你们两个别躲那么远好不好 好可怕的血脉之力 这里面的血脉被压太强了 我们不敢过去 奶奶的 瞧你们个怂包样 还训练我 一个破弹就吓破弹了 难不成 我堂堂天鹅白虎 连个弹都不如 忍不了 不能忍 嘿嘿 你们害怕 我可不害怕 还神兽呢 说好像我不是一样 我先给这个弹一个下马威 你压得还真是有病 这里面可是一头神兽 你要是给我弄坏了 你就再给我去找一枚取 我也是白虎啊 我也是神兽啊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你体内神兽血脉太稀薄 除非你能和通天蟒一样 找到白虎神兽的血脉 否则 依旧无法拥有神兽的真正力量 怎么回事 这弹怎么突然有这么剧烈的反应 炸弹给我交出来 这是我的弹 为何要交出去 你敢护我族大敌后裔 很好 你再找死 在我的地盘还这么嚣张 禁锢 虚空到法 三万年前 人族走出一位虚空大帝 偷袭了我神族才有的虚空法 既然你是他后人 那就替他死吧 怎么回事 空间禁锢竟然失效了 在自己的无敌领域内 空间禁锢第一次失效了 哼 一把不完整的地兵也敢拿出来 就算给你完整的那又如何 小子 好 你毁我分身 卡尔必定奉还百倍 神兽禁区 必会举全族之力 将你击杀 还有捷天山脉那些沉睡的老怪物 他们也来找你的 你的好日子 到头了 我好日子多着呢 想杀我 呵呵 先破了我的无敌领域再说吧 要是我刚才没看错的话 刚才隐藏在虚空中的家伙 绝对踏入了圣经 管他圣人 还是圣尊 来到我这 就一个字 死 第一次和圣经的强者交手 对方竟然能破开我的空间禁锢 要不是在领域之内 修为无敌 那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老师 那人刚才提到了一个名字 神允禁区 这是什么地方 东荒传承万年不衰 经历数个纪元 并未葬秘 在这无尽岁月长河中 一开始统治这片东荒大地 主宰天地沉浮者 并不是人族 并不是人族 那老师的意思是 没错 这神允禁区是东荒五大禁地之一 比人族起源 都要更加古老 里面埋葬着陨落的神灵 诸多古地沉睡 还有圣人镇神 俺逼个牛神啊 这种秘心 真是太过于震撼 地境强者 是否存于世间 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当时 有圣人 有圣人王 但 要说圣人王境之上的强者 没有人见过 主人 如果他们真的派地境强者过来 我们该如何应对 他们要是真敢来杀我们 那我们接下便是 就是 就是 主人修为通天 深不可测 哪怕不是地境 也绝对和地境强者没有差 靠 主人的强大 用你在这里点评 你就装在心里就好 知道吗 行了行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只要赶上山 那就得死 来十个我杀十个 来一百个 我就杀一百个 直到把他们神陨禁区的所有强者 都杀得干干净净 我需要扩张领域范围 最好能尽快覆盖到 捷天山脉内部 这样 我就能知道 捷天山脉内部是什么情形 刚才那人说了 捷天山脉里 也沉睡着老怪物 难不成 最远处那片常年黑云笼罩之地 就是另一大禁区 九万米山川大地 所有妖兽 这一刻 尽数爆炸 化为虚无 老师 你这是 没什么 你该干嘛干嘛 反正杀了之后 还能复活 不刷分白不刷 碧池神牛和通天网妹妹相去 见张霄没说 他们也不敢问 眼神交流了下 可能是主人想完完 无意识地释放出了神通吧 俺老牛也是这么想的 强者就是这么随意任性吗 靠 咱们眼神交流你还能舔 废话 舔人 俺老牛可是专业 我坚信 只要舔得好 迟早有一天 主人会骑在我的身上 游历人世间 这小丫头 是打算憋着放大招 还是怎么着 这都十多天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小柳树 小白虎 现在都是二阶妖兽了 她不可能不提升 一个小境界的 神通境三层 不对 应该是四层 真特么的理 老蛇 和你打架纳会 才神通境一层 十多天就升到了四层 真不愧是神外拥有者 天心血境界 提升到神通境四层 领域扩张一千米 系统积分加五千 既然这样 那你可以下山报仇了 报仇 等这一天 等好久了 玄音宗 太古星云宗 我会一件一件 活活寡了他们 现在说 报仇血恨还太早 因为你灭不了 太古星云宗那四个 你顶多呢 只能灭掉玄音宗 你才修炼了多少天 就以为自己一步登天 能和和体境强者对拼了 大姐 你财神通境四层好吧 你以为你是我呀 嗯 老师 是我刚才心急了 老师 我突然想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 小雪 你想知道 什么就直接问吧 老师 我想知道 我师门的名字 金云宗复仇之后 此生 与之再无任何瓜葛 我们宗派的名字 张霄呵呵一笑 瞬间来到了 十二万米的高空中 这一万里大川山河 皆在这苍穹之下 可那苍穹 又在谁之下 他在星月之下 星月当空 唯我教之人 滕压万里不败 张霄一挥手 黑夜弥天 万星璀璨 浩月真辉 九万里山河震天轰鸣 一道道吼声 仿若从四面八方传来 浩月写中 唯我星月 寓教于心 古往今来 除非天生异想 否则 星月不能同存 但在张霄这里去哪 因为他就是星月 他能手握日月斋星辰 星月光辉 零零洒落在张霄身上 他抬头仰望星空 微闭双眸 缓缓张开手臂 整个人沐浴神辉 仿若这世间的主宰 不 他就是这世间的主宰 就是这世间 唯一的神 我星月叫教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人若犯我 我避灭他满门 老师 我不会让你失望了 玄音宗 我避灭 好 为师送你一程 主人 就是他一个人去 他才神通性四层 可灭不了一个宗门啊 对 俺老牛也觉得 应该有个人跟着去 我本来想让你们两个也跟着去 但他既然要报仇 那就凭他自己的本事 一次杀不了 就再杀第二次 让他先经历一场血战 磨练磨练杀性 张霄目光远眺 洞穿虚空 落在了捷天山脉外面的天星雪身上 这天上地下 有为师在 谁都杀不了你 我说的 哪怕自己是神通镜 又如何 哪怕自己一个人又如何 杀他的血海滔天 尸山遮云 总主 你说之前那四大宗门 此不此就因为 王子尊打进入了接天闪卖 扰了神灵的秀血 所以他们的捅拳警 应该警敲着 圈局抚摸来 哼 这群蠢货 一心想抢那天星雪 结果 班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他们宗门元气大伤 如果不是他们四大宗门 各有一尊合体性强者 只怕早就沦落到二流势力了 过几日 我便去联合几大势力 杀进天星城 哼哼 到时候 我们玄音宗摇身一变 就是准一流势力了 嘿嘿 宗主 您身谋远虑 志向宏大 我等真是心生佩服 天上落下那是什么 我怎么感觉好冷 就连呼吸都呼吸不了了 不好 空气都被动宁了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自杀 或者我来杀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自杀 或者我来杀 什么人 这位姑娘 你是何方势力的弟子 我玄音宗应该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来对我等出此恶毒之言 无冤无仇 呵呵 你们这群阴毒之人夺我血脉 杀我同伴 更是让我师尊惨死 还敢说和我无冤无仇 哼 一个区区神通境四层 也敢大言不惭地灭了我玄音宗 是我张狗舟老了提不动刀了 还是你这娘们太飘了 剑随人动 人随剑动 人剑合一 哎 宗主这通玄境太假了吧 怎么连个神通境的娘们都杀不了 对啊 宗主这境界 该不会是买东西送的吧 闭嘴 你们几个等个屁 那女人不是擅长 就算离鬼 不用等护法一起上 也打不过那女人 虽然只有神通四层 咱站立足以和宗主的通玄境相比见 我去 不至于吧 这囊们有这么厉害吗 嗯 这位姑娘 请你放过我吧 这是我刚得到的奇物 献给您了 呃 这不是最新款苹果十四吗 哪来的 这是在左下角秘境里得来的 里面一大波的苹果十四 华为妹图五零手机等人来领 我这也是刚得到的 还没五热就献给大人您了 这我知道 左下角秘境在导元旦福利回馈 特意准备的手机狂潮 而且 这秘境上线神装 神宠直接送 等级到了还能额外领多八千呢 没错 没错 大人赶紧放过我 去领发 手机多着呢 先搞定你再说 麻痹 本想和你好好玩玩的 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请圣兵 火松门上下用自身灵力 供养他百年之久 这次才将其展露出来 打算用来灭杀天星城的那几大准 遗留势力 但没想到 今夜 却会提前用在你身上 四吧 大准恐怖的气息波动 自悬音宗向四周百万米弥漫过去 笼罩在了十几个宗门之上 卧槽 圣兵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麻痹 圣兵不要钱的吗 他们悬音宗这种二流势力 怎么能有这种神器 快快快 速速通告天星城那些大势力 就说圣兵出事 在悬音宗手里 让他们赶紧过来抢 草他娘了 老子还想擒住他 这下可惜了 接下来 我们也别闲着了 圣兵一旦复苏 就不能收手 今夜 我们就血洗这天云城附近的势力 踏入天星城 让天星欲知道我们悬音宗的名声 不臣复着 死 不臣复着 死 这女人 复活了 怎么 看我很震惊 这怎么回事 坏局 他 他刚才不是死了吗 对啊 红翠的连渣都不剩 这是怎么回事 草 见鬼了吧 杀 再杀 靠 这回总该死了吧 没想到圣兵竟然如此消耗灵力 呵呵 拜你们所赐 我突破了 草 你他妈到底是谁啊 夺你血脉 杀你师孙 你他妈是疯子 我玄音宗从没干过这事 我是谁 我是天心血啊 就是你派人追杀的我 你不认识了 什么 你就是天心血 你就是天心血 你就是之前节天山脉中 那曾经以星月光辉的神灵 呵呵 你说我是神灵 我不是神 我只是神的使者罢了 刹那间 一轮血月 能与星空之上的那轮月光争辉 整个世界 仿若陷入血寒大世界 天上天下 唯无独尊 一夕之间 万米之内 天地冰封 天心血俯瞰下方 看了玄音宗所有人最后一眼 当然怎样 那张狗舟 无用 离鬼等人来不及求饶 直接变成了一道道栩栩如生的血色冰调 方圆数万米内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势力 皆是腾空而起 所有人脸上弥漫上 无语伦比的惊涵 好可怕的寒情 太恐怖了 这就如一个寒冰世界一般 太壮观了 这是神力啊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自己不是神 他只是神的使者 什么 圣兵出示这个消息估计已经传遍天心欲 看来天心欲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了 我们宗门没有合体进抢者 只有抢夺到圣兵 才有和他们一战之力 才有杀上霸主的一丝希望 传我之力 务必尽快找到圣兵下落 修罗队全部出动 找不到圣兵 就别回来见我了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道义天宗崛起的机会啊 圣兵 哈哈哈哈 千年难遇的圣兵 竟然会在我们天心欲出世 快快快 哪个堕主李玄音宗最近 修云遇事吗 赶紧传音 让他率人查探 诸位 争夺圣兵的绝对不仅仅只有我们天心城 这将会是整个天心欲的浩劫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据本座所知 圣兵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其他个大狱的耳朵里 估计用不了多久 其他大狱就会来人 杀尽我们天心欲的 此时 无尽边界之外 中州西北部 断天涯 一座宫殿内 欢欢 终于推演出来了 我终于推演出来了 师尊塔 活了 抹散了整整三百年 终于 终于找到师尊的沉睡之地了 师尊塔终于活了 嗯 店主开口说话了 我没幻听吧 店主终于开口说话了 店主刚才说他师尊复活了 店主的师尊活了 卧槽 这一尊通天彻底的大能复活 将会在中州掀起一场 怎样的腥风血雨啊 我很好奇 能教出我们店主的贤辈 就会是何等风采 哪怕不是大帝 也是准地了吧 我还没推演出师尊所在何处 怎能让你天界破之 此其神童 破坏一切希望 窥探时间隐秘 天堂漏洞 不好 这是雷杰神叶 只有天界积聚到一定程度 会落下这种神物 这玩意 威力无穷 比雷杰会更加恐怖 一滴蕴藏着力量 足以将圣人肉身给动穿 将十万大山炸成万丈深渊 怕什么 这神殿就算是金吉来了 也批不碎 天狱独我 大眼顿一 四九劫南树 八卦一轻薄 我就不信 我堂堂问天道 推演天机八九出世 还蒙蔽不了你这狗日的天恒大道 还差一点 差一点 这啥 是古葬灵 哦 不对 这不是中州 这到底是的 西田 不是 北墨 南内 还是东荒 去 不知阵法 我要去通知我那两位师姐 让他们暗中寻找我师尊 诺 呵呵 时隔数百年 十六师姐 三十六师姐又要闹腾起来了 真想早点回到当初山上的日子啊 老师这是在干嘛 那道模糊的人影 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啊 俺老牛倒觉得吧 主人像是在推演什么 你看那虚空中好像有雷霆生畜 只不过爱与主人通天彻的修为压制 雷霆没有成形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无法推演天机了 老师 你刚才在推演什么 推演你师兄师姐们现在在哪 可是一直都被反弹回来 真是邪门啊 总感觉吧 冥冥之中 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窥探我们 有人先一步占领了天岛 让我一直都进不去 不管我用什么办法 都是无法踏入其中 推演天机 算了 不去想了 那就让他们亲自来山上拜见我吧 老师 我昨天出去 遇见不少宗门 他们都是来寻找那件圣兵的 没事 我早就知道了 我何止早就知道了 还将闯入无敌领域的人都杀了一人 杀了一波积分和领域扩张 现在系统积分已经逼近50万的大关 领域扩张更是逼近15万米 不过现在击杀获得积分有点少 难道系统这是要饱和了 要让我下山了 可是我没有修为的呀 主人无需担心 没有修为的问题 带主人下山 届时系统将提供完美方案 以便主人选择 你终于说话了 而且听这话的意思 看来我距离下山的日子也不远了 老师 您心情不错 您这是推演出了师兄师姐们的所在之处 没推演出来 不过有比这件事更让人高兴的事 我记得这里有只五界巅峰的妖兽 实力比冲天莽和壁驰神牛都要强几位 你可要小心应对 这群人竟然还敢深入截天山脉 真的是不知死活呀 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还敢在这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 等会再把你孩子掐死 宗主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杀了他们 搞什么急 这狼崽子敢挡我们的道 那就不能饶了他 他孩子呢 我要将他剁成肉末 住手 本座的东西 也是你们这群废物能随便动的 哟 还挺可爱的 顺宜 虚空之法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这的主人 宗主 这小子没有修为波动 还有那女人 她只有神通五层的力量 他们刚才凭空出现 说不准使用了什么虚空服录 根本不足为惧 我就说嘛 这两个二十岁不到的男女 能有多强 他们就算打娘胎里修炼 能修炼到灵海境 嗯 不错不错 男的长得不错 女的更不错 很好 先把他们绑了 统统带回去 真的是 不给点教训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挨 老子地盘闹事 给我跪下 再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 怎么会跪在一个凡人的面前 奇耻大辱 奇耻大辱啊 我堂堂灵海境强者 如今竟然 竟然跪地不起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普通人 你绝对不是普通人 别白费力气了 就你们这些小小的灵海境 也想挣脱我的空间进入 以为我张霄和你们一样智商欠肥 这头畜生竟然 竟然复活了 卧槽 这个白衣青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他妈还是人吗 能让死物复活 这绝世神通 圣经都做不到这种事 那这个青年会达到哪种境界 本来还想让你和我徒儿练手 算了 心情都被这群喳喳给毁了 你带着孩子离开着 找个安稳的地方生活吧 还有你们 藏了这么久还不现身吗 再说了 你们躲在那么远的地方 能偷听到什么 不如凑近点吧 什么 还有人在这里偷听 我们之前怎么没有发觉 不现身是吗 呵呵 那好 就都废掉修为 跪在我面前吧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 怎 怎么可能 我的修为呢 我灵海五层的境界呢 你 你 你还我灵海七层的境界 你怎能这般残忍 你怎能剥夺我的修为 这真的是 姜儿等打落凡尘 点为庶民 你说 你们怎么就不能乖乖听话呢 一道道双膝重重跪地的面前 夹杂着骨头断裂的清碎声 回荡在山林中 听得让人毛骨悚 近百位 凌海净强者 在这一刻 接跪在张霄四面八方 就如朝拜的臣子一般 我知道你有天童 能看破修为 虚妄 但那又如何 哪怕你是天地独生的重统者 也会被我踩在脚下 在这里 我就是神 回去告诉那些大狱 我叫张霄 这里 我照来 我不管你们来这旅游也好 寻宝也罢 别动我的东西 一草一木也不准碰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们的血染红者 都捷天山漫 终于扩张三千米 系统积分 加三万米 饶命 我们无意冒犯您 还望您饶我一条狗命 没了秀卫 我就是个凡人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狗东西 你废我秀卫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有本事你杀了我 奸人饶命 他们想死 我们可不想死啊 求饶 求个屁 没秀卫 我他妈的就是个废物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来啊 杀了我 我本来没打算杀你们 但既然有人求死 那就死吧 众生与我接蝼蚁 在这个世界 菜是原罪 推演天机 老师 怎么了 好端端 怎么就下起流星雨了呢 漫天如雨般的星雨时 携带灭世之威 焚烧通天火光 将见云山方圆数十万米之内 照亮如白昼一般 截天山脉无数妖兽纷纷抬头 寿眸之中 涌现出无尽的惊恐 诸多位于山脉附近的势力 在看到远处那如雨点般 漫天的陨石流光 心中惊颤 感受到浓浓的死亡危机 这星陨石火球 一旦落下 截天山脉附近数十万米 只怕瞬间变成飞灰 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快通知宗门所有人 马上离开截天山脉 呵呵 这是有人要出手 灭了五剑云山啊 这气息似乎有些熟悉 视神远近居 他们不沉睡了 还没到时候 贸然醒来 可不是明智之举 似乎要针对截天山脉中的一人 那人气息有些古怪 不过无需担心 成不了多大气候 真的太好看了 这笔流星雨都要美 确实很美 但所谓的美好 总是转瞬即逝 只 空间禁锢破 果然有备而来 神养禁区 你们还真不愧对 虚空神法起源之地的名统 不过 你神养禁区算个什么 你是古之圣皇又如何 你们不用试探我 因为我迟早会找上你 加尔德复免 没有用吧 没用 此人修为不可测 可能为地境 呵 可笑 自万年前 那人斩了一刀上仓 天道有损 当时谁还能成帝 那就奇怪了 为何他能破掉圣尊敬的神法 那就再探 如若真实地境 我等宁可再次拼得沉睡百万年 错过成仙路 也要将其斩杀 诺 我这就安排 这次天道没被战线 总算推演出来 这几个小家伙 现如今混得还不错嘛 肉体繁胎 竟然还能踏入圣境 没给他们的老师丢脸 不过 这另类成圣 只怕境界也就仅限于圣人境 再想往上走 希望渺茫 老大 小十六 他们这些天生道体 神脉之人 现如今 应该踏入圣尊敬了吧 想来 寿源还能支撑个三四千年 张销兽的弟子 应该分为两大体系 一种是天生道体 神脉 在练气之路上的天赋卓绝精士 两三百年 就可超凡脱俗 迈入圣境 另一种 他们在练气这一路 天赋平平无奇 和凡人无异 但却对天地大道的感悟十分厉害 老师 你推演出小十六师姐的下落了 没有 她实力太强 身怀神脉 天道痕迹在她身上很重 推演的话 可能和上次一样 将我排斥出去 可能红尘仙 这小妮子太强了 以至于 连天道都不想触及她 该不会真的在红尘中成仙了吧 再者 中周隐藏着惊天大秘 他们也不知道探索出来没有 如果没有猜错 应该是和成帝之路有关 喂 你们老师看我干什么 修炼啊 哦 是是 我听您刚才说和圣经相关的理议 所以就耐不住好奇地多听了 行了吧 就你这样的 听了也是白听 行了 你小子也赶紧去修炼 那 这小鼎给你拿去玩 用它来锤炼你的肉身 一群蠢货 就是个准圣兵 气息中有一缕 圣人大道之威而已 也不看看铸造这破顶的材料 怎么可能是圣兵 对了 小雪 我看你见到天赋不错 要不要考虑再学学其他道法 什么道 单道 老师 单道意图不是只有体内偏火性的人 才能修炼吗 你听谁说的 谁这么无知 只要你能凝聚出灵火 都能修炼单道 至于能不能练出好的单药 只要看个人的悟性 这样 今夜你试试看 能否凝聚出灵火 我呢 先将单道传给你 天心血 成功凝聚出道火 领域扩张一千米 系统积分加一千 还不错的样子 这凝聚的速度 虽然没有老大 小16块 但好歹凝聚出来 就是不知对单道的感悟如何 我没有敌意 若还拦路 那就送你们去死 啊 十六师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呵呵 刚才的狂妄哪去了 怎么 不想让我的宠物去死了 哎呀 十六师姐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我哪敢动你的东西啊 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十六师姐 你 你赶紧收了这柄杀剑吧 我就求你了 我以后再也不在你面前嘚瑟了 哼 两百多年不见 你都忘了师门之灵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火焰倒是挺好看 不过 我感觉这玩意威力惊人 怪不得那么多大妖 选择修炼成 人类修到的手段太多了 肉体就是一大力脏 可以开放 马停出滔天神力 我还是夺远点吧 这火焰对我音属性 有天生克制 总给我种极度威胁的感觉 等天心学练好丹药 安老牛就去狂点一波 舔牛 舔牛 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 啊 老师 刚才我忘了 取叶这一步 没事 重新来 小雪姑娘 安老牛相信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嗯 这家伙能练成吗 安老牛这次 一看小雪姑娘这手法 就知道她必定能练成 她要是练不成 安老牛就吃食 啊 抱歉 那个 你刚才这么一说话 我分心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个别致的小家伙 还真会推卸责物 我的错 我不打扰你 你慢慢来 慢慢来 等火 牛二愣子 别走啊 你忘了四个刚才说的话了 小鸡子是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安老牛只是随便说了那么一句而已 都变成空前 我现在对他能不能练成单药师 怀疑态度 靠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怀疑小雪姑娘的能力 我告诉你 安老牛相信小雪姑娘 绝对担当天赋无敌 喂 牛二愣子 你特娘的就不能小点声 你是猪吗 你特么的才是猪了 老子是神牛好吧 你比猪还猪 行 我们要不打个赌 如果他练不成 你怎么办 曹 他要是练不成 安老牛就 就 奶奶的 这玩意还真不好说 你就怎么了 你倒是说啊 呵呵 你不是对小雪姑娘很有信心吗 怎么不敢说了 口是心非啊 看你憨厚老实的模样 没想到倒是蛮有心细的吧 他要是练不成 俺老牛这次就真是的吃食 你麻痹 绝对故意 你绝对是故意 合得你们几个联手整我呢 不对啊 这次都没问题了呀 为什么就是合不成呢 这是咋回事 哇哈哈 愿赌服输哈 这次大家伙都听见了 行了 小雪 你单倒不行 别练了 不 老师 我能行 我再试试 我这才失败三次而已 你不懂 失败三次 就已经证明 你在单只一道 天赋不强 与其在你不擅长的 一道发费精力 还不如在你天赋更好的道发质上 多下苦工 将其精炼至最强境界 老师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十六师姐 我可是带着好消息过来 我推验天机 等等 有人来了 嗯 我就一个人来啊 等等 这气息 小四十九 我去你阴阳神殿 他们说 你推演初师尊的下落 并赶往此地 我这才追了过来 可有此事 你说什么 师尊他复活了 在哪 他在哪 十六师姐 我只推演出师尊复活了 然后就差点被天道反噬 所以 我这才想 先通知你 然后通知三十六师姐 让你们暗中寻找师尊的下落 那 这就是师尊所在之地 这地方绝对不是中州 西天 按照我的推测 大概率会在东荒河南里 呃 师尊身边怎么有个女人 可能是老师刚说的新弟子 两位师姐 你们看老师身边还有一头白虎 蟒蛇 神牛 我探测过他们的实力 很弱 很弱 那怎么行 他们这么弱 怎么保护得了师尊 有多弱 可入圣境 可能 可能连灵海都不是 什么 简直胡闹 胡闹 务必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师尊 师尊沉睡四百七十年 并不知晓外界发生何事 如若贸然下山 自爆名号 只怕会引来杀身之祸 随便一人 都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呵呵 师尊为何会身处险地 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导致的 如果不是你自作主张 蛊惑那几位师兄 和你一起灭了那个正道宗门 又怎么会惹怒中州古皇朝 绝是古宗 如果不是你 为了提升实力 闯入天魔古海 采集原天太英国 又怎么会引动108天魔出世 又怎会将我星月教这99人 定为乱世魔教弟子 又怎会将师尊列为魔教教主 如若不是厌吉旧情 我真恨不得替师尊清理能护 将你杀之 十六师姐 当初很多事你并不知晓 你不能这般对他 你以为三十六师姐会忘了师门之讯 你以为三十六师姐就想做那 十恶不赦的恶人 想让我星月教成为众人口中的魔教 直到如今 你们还在替他说话 你们这么护着他 你们就光为他着想 可大师兄呢 你们对得起大师兄吗 大师兄 大师兄他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都忘了 还有大师兄这个人 狼心狗肺 哎 十六师姐 我本以为两百多年过去 你能想通 但没想到 你还是一直都认为 最后全都在我三十六师姐身上 那今天 我就告诉你 两百七十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的都过去了 切莫重提 而且 你都忘了大师兄 叮嘱我等的话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为什么还听大师兄的话 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 现在不是说这些琐事的时候 晚一分钟 师尊就多一分钟的威胁 我现在就回幽冥神宫 并让那几大宗门和大教 出动全部精英弟子 分别前往东荒 南岭去寻找 一草一木都不会放过 十六师姐 现如今 师尊已被认定为魔教祖师爷 你若是让那些皇朝 故宗寻找 只怕不仅会增加师尊的威胁 还会连累你这红尘先帝 大师兄 希望 真的只在十六师姐一人身上吗 三十六师姐不惜背负骂名 甚至还将我们星月教牵扯上了魔教之名 只为守住并解决那些惊天大命 不让十六师姐沾染因果 直骂 两百七十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我查了那么多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刚才很明显 小四十九这家伙要说出来 但小三十六不让说 真的有什么隐秘 为何不让我知晓 这到底是为何呢 两百七十年前 他闭关出来 一切就已成定居 他想杀了南宫幽明 但问天道联合诸多师弟 师妹们 跪在红尘先帝 替南宫幽明求情 那时 他就知道是有蹊跷 只是 当他去查的时候 所有口径只有一个 南宫幽明 青山种等人入魔了 他们图了中周万年大宗 浩然天地宗 这一大正道宗们 动荡了人族之根基 更是以人族生机为实 自立魔教 魔宗 悬浮在四大魔土上空 受万魔之气滋养 好像哪里不对 小三十六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大师兄他们也不是那样的人 如果真的有事 为何要瞒着我 这些事 只能留在日后去一探究竟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师尊 师尊 哪怕日后我正道成帝 但朕的天下 不急你没见一点朱砂 很快 再不会染了风寒吧 我给你弄了点姜糖水 你老是我怎么可能感冒呢 我又不是凡人好吧 等等 我好像就是个凡人吧 不会真感冒啊 咦 不对啊 他是怎么知道姜糖水这玩意的 这个世界可没有姜糖水这种东西 而且 以前我只教给了那些徒弟 你是怎么知道姜糖水这玩意的 我娘给我熬过两次 是他告诉我的 你娘叫什么名字 我四岁那年 爹娘就死了 只记得一些印象深刻的事 不记得我娘叫什么名字 我娘给我熬了两次姜糖 第一次记不太清了 第二次就在四岁那年 当时我浑身一出兵器 冻成一个冰人 我娘给我喝了一碗姜糖 然后我就痊愈了 现在想来 应该是和我体内的神脉有关 那姜糖 你还记得是什么颜色吗 嗯 我忘了 那时候我太小了 能记得姜糖这个事就不错了 那你爹娘可给你施展了什么咒意 阵法等手段 没有 我记得 我家族只是个普通家族 爹娘也是个普通修士 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那姜糖的问题 岂有可能姜糖里有某种血缘 或是某种丹药 能压制寒灵神脉的兵器 他爹娘绝不是普通修士 看来 下山后 又多了一件要办的事 接下来 我将闭关四十九天 没有钥匙 就不要饶我了 主人 俺老牛一定会帮你守好剑云身 我在 青山在 好 这次闭关结束 我便要下山了 当初得到这个道观时 就觉得不易办 系统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 这玩意的来历 主人 此问题 你已问过三百六十七次 我的答案还是不变 你若不怕因果加深 你这家伙的来历 但你每次都告诉我 一旦知晓 就会被种下阴谷 轻则没运缠身 重则可能倒很泯液 一辈子都无法修到 宇宙浩瀚无垠 星空古路 遍及各大古星 无数修真文明 科技文明并存 此界 虽走出了很多不凡的生灵 但宇宙星空中 有更强者 我是因意外 落在此界 被你融合 至于我的来历 主人你现在知道 也没什么用 因为你修为太弱 这无敌领域 现在仅仅只有异余之地 想要扩张到整个星空 昏视诸天万剑 演化虚无中的先路 不止这要多久 如若你被种下阴谷 不仅仅危及你自身 可能连我都会被危及到 届时 我死 你就真的成为一个肉体繁胎了 正道成定 长生不死 你最终只会化为一颇黄土 主人 待日后你凌驾九天 你能抵挡 这大阴谷之力 自会知晓一切的 我要踏出真我知道 便无所畏惧 我是我自己的神明 我是这诸天万图的神明 我是这天地初始 万法终末 亘古轮回 沧海桑田 唯我张霄 屹立不倒 七七四十九天 时间已到 为何老师还不出 哎呀 小雪姑娘 你不必担心 主要很快就会出来 这是 这么点个小东西 七七怎会如此恐怖 还要干什么 冲我们而来 还是另有企图 果然是冲我们来的 来者不善 他的气息太强了 比之前各种精神杀机 都要更恐怖 他不在 这股恐怖的威压 绝必是圣经强者 如若不是老师不下阵法 只怕我们早已在这一道 鹤声中炸碎 大地阵法 哼 须有起表而已 给我破 两股恐怖能量 轰在半空中 如一座巨大的角肉机 无数低阶妖兽 化为飞烟 一座座山体崩塌 断裂 比以往任何攻击 都要来的恐怖 这是一尊真正的圣经 之前哪怕都是圣经 但也全都是分身 蓄影 战力不足 真身十分之一 前些日我偷偷探查了剑云山 那尊神灵不在 没了踪迹 该不会就是算着了他不在 所以才来灭剑云山的生灵吧 不关我等知识 尽待结果吧 你是何人 放我剑云山 你是找死 呵呵 我本想是试探一下你师尊 谁想 他却做了缩头乌龟 哼 若我老师在 还容得你在这撒野 老师可是不知了诸多阵法 我不信你能踏入剑云山 千米范围之内 小丫头 你再找死 看我破了你们这些阵法 这就是尊真正的圣经强者 太恐怖了 那圣经之上呢 那地境呢 又会是何等的风采 忽然 神光显现 黑云散去 神兽蓄影自虚空生出 神将天兵光影 在天地间演化 被打崩的山体 复归原位 被毁灭的森林 郁郁葱葱 死去的无数妖兽 更是全都受联猛逼地站在原地 狂戏吼叫开来 这 这手段太诡异了 回溯时间 还是往生轮回 他不是不在剑云山吗 他不是在推演天机吗 难不成在剑云山上留下了手段 那现在跑 应该还来得及 没必要死磕 毕竟 已经试探出了他的实力 手段很强 老师 您终于出来了 跑 别跑啊 既然来了 就留下吧 毕竟 你这么一块上斗仙晶 做个装饰品 应该还蛮好看的 张霄微微一笑 心念一动 蓝金小人修为剥夺 圣光破灭 道则崩碎 道横不服 不 不 等等 我的道 我的法 我的修为 我的 我的神志 呵呵 神隐禁区 你们察觉我 推演天道 想以天道之力 拖住并反树 然后趁机出手 攻杀我剑云山 试探我的手段 倒真是不错的想法 来日方长 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手段 小雪 收拾收拾 我们今日便下山 在张霄闭关这段时间 中洲大帝 很不安宁 数百年平静 在短短几天内 就完全破灭 各大魔教 魔宗 先后与个大古皇朝 绝世古宗血战 死伤无数 血流万 连接三十多天 中洲上空 道法洪流 轰轰作响 法则争明如神音 无数势力席卷进去 不得善终 这黑暗场面 犹如在线数千年前的那次大动乱 幽冥魔宫 我等三百年前签订之约 以道明立誓 更是点出大道惊险 如今这般嚣张狂妄 是打算毁约不成 就不怕遭到天道反噬 当初还是我等太古心思手软 就应该直接将这些魔教 魔们给直接踏免成灰 可悲啊 三百年不去 魔教案中壮大百倍 我等真是千古罪人啊 魔就是魔 根本就是死性不改 亡我等当初还期盼 他们会重新做人 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之解 既然如此 那这次哪怕是拼的 中州一角大地陈陷 人族道统毁灭七成 也要将这几孙魔教 魔门给图了 好好天魔古海不灾 非要跑出来兴风做了 先祭兴风血 为了人族未来 灭了他们 各大自诩为正道的古老宗门 古老皇朝发生了 他们通告中州大地各个角落 每一个势力 但凡遇到魔教之人 格杀物论 诸九族 灭满门 一个不留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很多人手上沾满了鲜血 自诩为正道宗门 你们杀的人 比我们多得多 你们连老人 连孩子都不放过 你们才是魔教 我们是幽冥神宫 去你娘的魔宫 你们才是魔宗 魔朝 继承了魔的意志 受到了黑暗声明的玷污 你们的道 已经不是真正的道了 你们想图了我们 好啊 那就看看 到底是我们图了你们 还是你们灭了我们 若得天地无日时 我自幽冥问苍生 什么正道 什么正义 这世间 谁都有资格谈浩然正气 只有你们这些伪君子不能谈 幽冥神宫率领3600宗魔之大势力 杀向了中州大帝 公主 我们这样做值得吗 值 可我们一旦离开天魔古海 镇压在33生魔天狱中的黑暗古魔 就可能冲破玉门封印 重启纳道外界古路 进而进入的死界之中 我们只想低调寻找一个人 我们更不想离开天魔古海 但 以天仓古宗为首的 这些正道宗门 却扬言 我幽冥神宫等大势力 是要血洗中州生灵 吸食人族血肉 修炼魔宫 我们忍了三百年 背负了三百年骂名 心甘情愿 镇压在33生魔天狱三百年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这些自诩正道宗门的 污蔑和诋毁 那老朽这就放话给那些人 让他们准备准备最后的手段 公主 您的老师有消息了 在哪 东皇 截天山脉 剑云山 确定吗 确定 那个人名为张霄 手段通天 不可揣投 并且容貌俊美 居于一所道观 与画像一模一样 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那 公主 我们还和他们战 战 为何不战 现如今 我师尊已经找到 如若不战 怎能为我等证明 我不想我师尊回来后 背负一个魔教之主 天下大敌的恶名 我心尝胆这么多年 必须要用来洗刷 所谓的魔名 我被世人唾骂无所谓 但师尊他不行 那是我此生唯一敬重深爱的人 主人无敌领域范围 达到下山要求 无敌领域范围 将压缩成万米 领域中心将从道观转移到人 一切技能使用全不动 我能感觉到原本体内堵塞的地方 全都打通了 七经八脉 浑身翘血 也都能感应到天地灵力 所有毛孔书章 发出高兴的呐喊 对灵力贪婪的吸纳和所求 有种飘飘欲先之感 很美妙 从现在开始 主人可以修炼 希望尽快将无敌领域升到五级 这样主人 即可开启第二神技 将会对你的修炼之路 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老师 我感觉你体内产生了 某种玄妙的变化 咦 老师 你的气息怎么是炼气镜 老师这是入室 化繁 一切重新开始 你们跟在我后面太招摇了 都进入这个空间界中 走 第一站 天星城 太古星云宗 我等恭迎宗主出关 宗主如今已经顺利出关 修为还连破三境 如今已是合体八层 从今以后 我们太古星云宗 就是天星云的老大了 传我之列 通告天星云 三日之内 但凡来臣服者 我既会留下他们宗门之名 而不臣服者 那就烟消云散吧 宗主 我们要警惕天星雪 极有可能 他被拿着无上存在收为弟子 如若天星雪出来 首当集冲要灭掉的宗门 很有可能是我们太古星云宗 哼 怕什么 九大圣地早已知晓我们天星云的事了 他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派圣经强者来勤拿天星雪 到时候 我们坐收鱼翁之力便好 哦 宗主 有一男一女闯了进来 还 还声称要给您 给您送上一份大礼 送我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 难不成是来闹事 那 哪份大礼是 是 一口黑关 送你上路 岂有此理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说这种大话 我不管你们是何人 我也不管你为何来我太古星云宗闹事 但想让我死 想灭我宗 你们还没有资格 够不够资格 不是你能说的算 再者 要杀你的人是他 要灭你宗门的人也是他 那 只是给我徒弟压证人 不会差什么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你能杀了我的徒弟 那你们宗门就不会被灭 你徒弟 救他 区区范普通学 我抬手就能将其碾死 而且 你一个练习性而已 还敢弹灭我宗门 待会让你常常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总感觉这个黑衣青年在哪见过 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呵呵 一个练弃击的垃圾而已 他个毛线而已 我想起来了 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我们那次在剑云山上遇到的那尊神灵 这不可能吧 那尊神灵修为通天 怎么只有炼气镜 别想了 你们看 宗主都吊打那女的了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神灵呢 我看是神经吧 楼依也敢和浩月争辉 既然你敢送我黑棍作礼 那就要做好死的觉悟 先杀你 再送你师父上路 果然差距还是很大啊 既然差距太大 那就降低一点吧 我的 我的修为怎么变成了通玄境 不可能 我明明是合体性八层 我明明是合体性八层 怎么变成了通玄境八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宗主的修为 怎会突然暴跌到通玄境八层 这不可能 若宗主自己不压低修为 谁能无声无息 将宗主修为给打压下去 难不成是那黑衣青年 难道他真的是那尊神灵 我说过 够不够资格灭你中门 你说了不算 我说的算 你 你 你是 你是 怎么 你想起来了 你是捷天山脉的那尊神灵 只能逃 必须逃 现在才发觉 是不是太晚了 刹时间 太古星云宗千年不倒的宫殿楼宇 在这一刻 被那轮血月压暴成了无数碎石飞灰 太古星云宗所有人全都葬灭在了一片血色冰海之下 太古星云宗 灭 呵呵 一个宗门慢 还是整齐一点好 接下来 就由你们抬官送你 问问其他三个势力 是自灭 还是我们来灭 你说什么 太古星云宗也 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念了 他们不是还保留着底应吗 他们就没反抗 鬼宗主 经我等查探 红衣女子是天心血 黑衣青年据说是截天山脉中的神灵 实力看似只有炼气境 实身不可测 手段通天 更是将李星云合体境八层的实力 直接打压跌落到了通玄境八层 完了 竟然是截天山脉中的那尊神灵来复仇了 他绝对是圣境强者 哪怕不是圣境强者 也是半圣 准圣 一脚踏入了圣境之中的强者 抱 快跑 我不想死 我要活下去啊 公主 我们真的要逃 死战吧 公主 我们唯有死战 方才能够搏得一线神机 蠢不可及 那可是为圣境强者 你特么拿脚丫子去搏啊 公主 趁那黑衣青年还能来 我们赶紧用传送阵离开天行去 就算有传送阵法又如何 圣境强者 可是能够追查到我们的空间波动和轨迹 如果真的想杀我们 肯定会顺着空间方向寻到我们 葛主 我们现在跑还来得及 你倒是说句话啊 葛主 不能束手待毙 那天心血和他失尊可是抬官而来 葛主 那李星云可是变成了一尊抬官的死灵 你要是不走 就真的要死在这了 葛主 只要您还活着 我神风阁就还有重建天命的希望 葛主 请您回来下去 叫得很小 那就从你们先开始 张霄看向神风阁 手指一指 一脚杀气今天的圣境阵 化作三道流光 分别将九玄太清宫 神风阁 天鹰神宗龙照在内 你们谁都跑不掉 跑不掉了 真的跑不掉了 哈哈 没想到啊 老夫纵横天心玉130载 本想在入土之前 能将天心玉收归掌中 让神风阁之名 成为天心玉唯一的名号 可惜 天不遂人愿啊 天不遂人愿啊 我死不明目啊 我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让你辱我 葛主 我呢 愿与神风阁不亡 哈哈 神风阁诸位 老夫与你们在阴间相聚 征战九幽黄拳 一声巨响 将天心城镇晃了几下 矗立天心城数百年的神风阁 在这一刻 烟消云散 绝对不能让他们自爆 丹药 灵药 灵兵啥的都浪费 张霄手指一点虚空 将两大宗门所有人的元神 全部困住 剩下的交给你 随便怎么着都行 公主 你们安息吧 我为你们报仇雪恨了 弟子天心雪复仇成功 恭喜主人 获得造物之神 下一技能升级 进度百分之一 造物之神 主人心念一动 任何东西 就能出现在主人面前 哼 没想到刚下山 就有人将主意 打到我们的头上 看气息 极有可能是半圣人静 天心欲这么点的小地方 竟然还会有圣境强者来 倒真是出乎意料 不错 没感应错 真的是神脉 呵呵 这一趟没白来 有意思 这小姑娘不仅开了神脉 而且血气相当旺盛 没想到天心欲这种小地方 竟然也懂神脉之法 你们是谁 呵呵 女娃娃 我们是天书圣地的护法 我名陈秋 他名陈凡 专门出来寻找这天地间的天骄之辈 天命之子 你一个神脉者 若是在这穷乡僻壤之地待着 只怕未来成就极其有限 不如和我去天书圣地 我等可让你成为圣主之徒 位列圣女榜上 天书圣地 无数天骄之辈挤破脑袋 都想进的天书圣地 切 垃圾地方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这大纪元都落在你头上了 你特娘的还在墨迹什么 你们的意思是想收我为徒 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这么说 你是不愿意去了 你就算是神脉者 没有圣地倾囊相助 想要踏入圣境 也需百年以上 既然我圣地已然开口收你为徒 那你切莫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 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没得选择 要战 要强来是吗 别乱动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是 老师 这小姑娘叫她是老师 练气静的修为 怎么能是神脉者的老师 开什么玩笑 你是她的老师 你也配 我若是不配 你们天书圣地就更不配了 数字狂妄 想死 我可以成为神 散 怎么回事 我的修为呢 我的修为怎么突然消失了 是你做的 是你 真的是你打散我的修为 记住 在我和你们好好说话的时候 在我给你们脸的时候 要记得保持安静 乖乖账 不然我会很不高兴 是是是 我们二人今日有眼督是泰山 还望您高抬贵手 放我俩一条生路 这就完了 你刚才是如何说我的 你忘了 你们两人刚才想抢我弟子 这么快就忘了 跪下 磕头 认罪 这 这 天书圣地不可辱 圣地护法更不可辱 你就算是圣人静 也不能让我等给你跪下 好 不跪 就死 我 我跪 我跪 求您放了我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您大人大量 不和我等见识 只要老子回去了 一定要让天书圣地 倾尽全力来杀你 掳走你这女弟子 呵呵 你是不是觉得很屈辱 我在问你 是不是觉得很屈辱 回答我 你 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天书圣地 位列东荒第三 你今日杀我等 便是和我天书圣地结怨 哈日 我圣地定不会放过你 定会引你圣雀 八皮抽筋 练成圣灵师 我等着 我等着你天书圣地来杀我 就怕到时候你天书圣地的圣主 他不敢 呵 莫说我圣主亲临 就算我天书圣子 杀你也如图几狗 你一个区区圣人静而已 也就在这些垃圾堆里找找存在感罢了 那好 我就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敢 这身法 是顺医 他到底是何修为 毕竟 数百年前你们去中州寻到一个鲜艳神脉 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 当时 前去中州截杀神脉者之人 是你们天书圣地的圣子 他名路长寿 号称有大帝之姿 天父平庭 却身怀大祈运 如今呢 也是你们的天书圣主 只是可惜 他大祈运傍身37年 号称从未已摆 但在中州却在 不仅他率领的麾下全都有去无回 葬在中州 他一身的大气韵也被毁了干净 险些生死到笑 而其体妹 更是有一道仙谷诅咒 侵蚀她的生命 消磨她的道 我说的对吗 你 你 这等秘心 你是怎么知道的 呵呵 那是因为 你们找的那仙艳神脉是我弟子 战胜路长寿的 也是我弟子 而那道仙谷诅咒 则是我打在她的体内 现在 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魔教祖师爷 你是魔教祖师爷 你等死吧 你等死吧 你既然已经出现在这大事中 就会有无数人来杀你 哈哈 我会在地狱等着你的 主人击杀两个半圣强者 升级积分加四 老师 天书圣地为何会来天星域这个小地方 这些圣地 圣域 一向喜欢搜罗天赋卓绝的妖孽 尽管天星域 在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圣人眼里 属于垃圾堆 但难免垃圾堆里 会出现一颗耀眼的仙石 老师 我们接下来有何打算 自然是去圣域 圣帝内看看 而且 很快 就会有各大仙境 仙藏出世 戒使我等绝不能错误 再者 圣帝 圣域那 可有我的老熟人 他们欠了我点东西 我得去要回来 走吧 先去前面小城上吃点东西 今日 我等三十六圣域圣子来自 霍苏洛云古地 凡灵做好献祭的觉悟 经个大伙来的倒是挺齐全哈 那赞就甭废话 直接上撂子讲真经 上回咱们讲到 骆云古圣自袭来 手持三千玄机门 与那十六亿羽蛇神呢 就站在了一起 这十六亿羽蛇神了 修为那是不可揣多那 比咱们骆云城那几尊大师 力强了几万倍不止 轻轻一跺脚 咱们这骆云城就会变成飞灰 喂 老表 你这说的是不是太离谱了 咋个就一跺脚 咋的骆云城就变成灰的念 他咋那么牛逼呢 谁说的不是呢 这么牛逼的战斗 咋为啥咱骆云城 还和这嘎咋好好的呢 我愿你的显云版本 老表 你要是骗我们 这钱我们可就不交了他 费费 我可告诉你们 你们爱信不信哈 这都是数万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 你十八代祖宗的十八代祖宗 都没出声呢 好好 老表 你特囊的又骗人 你都说了这是数万年前的事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 你今天是骗人的口活不太行啊 不停了 不停了 溜了 太玄火 吓人都 两位这是要听书 不听 不听你看着我坐肾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 这黑衣青年气度不凡 掀气缭绕 身上更有道责流动 怎么修为只有炼气劲 难不成是重活一世的古圣 牛了个叉的 有什么事 你想问赶紧问 别耽搁我喝酒 脾气挺大 那好 我就不废话 你刚才说 落云古圣的事情 我想知道 这落云古城是不是要复苏了 是不是将会有一件 无上古圣兵醒来 我不知道 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我 不然我不敢保证 你能安然无恙地去喝酒 你到底是什么人 能禁锢我 说明你的境界 绝对不止炼气劲 合着您这么牛逼一大人物 却将自己的气息 变成炼气劲 玩伴住吃虎呢 这都什么事啊这是 你一个半生 在这讲书 所为之事 应该不单单 只是为了找乐子 行 我服了 我说 这落云古城 确实是要复苏了 我之所以在这地方待着 就是想布置一个 庞大的传送阵法 在古城复苏时 我就将古城中的所有凡人 全都移走 免受死伤 呵呵 为声明立命修行 为万事开太平修道 你这倒真是十八世大善人一个 这古地呢 马上就要复苏了 你要是想争里面的宝贝 我劝你要小心点三十六圣域的人 三十六圣域 他们也配合我抢东西 呵呵 暴风雨来得远比想象中的要快啊 不后 怎么来得这么快 老师 他们是谁 气息竟然都在灵海径之上 自然是那些想来寻找古地复苏的圣人 今日 我等三十六圣域圣子 来此扑苏洛云土地 凡灵做好献祭的觉悟 大爷子 你们这几个圣域 莫妖太嚣张了 犯我洛云古城 真当我等不存在事 胡杀凡人 你们这么的也能算圣域 呵呵 区区一群合体净的垃圾 也敢在我等圣域面前淫淫狂吠 谁给你们的允气 呵呵 陆丹圣子所言极是 此次我三十六大圣域连妹而来 所谓的就是磨练 我等准圣子的杀性和无敌之资 反党路者 皆杀之 哈哈 天雷圣子 路丹圣子说得不错 我大声圣域赞同 对 此次圣域让我等准圣子出来历练 自然是不能辜负了御主的用心 这些人太碍眼了 还是赶紧杀了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的丁兵了 你们莫要太嚣张 哪怕你们就算是圣子 也不准在这里撒野 这里乃是洛云古圣守卫人族之族 你们这些圣域 却在这里屠杀人族反映 你们究竟是人族 还是太古一族 没错 这洛云古城 乃是数万年前 洛云古圣洒血之地 若不是洛云古圣一亿人之力 抗击八大太古祖亡 不让他们越过洛云古城 其实人族血肉 何来人族经遇至太平 这古城上的黑血 历经数万年还没有干涸 还提醒世间众人 人族依旧存在恐怖的大危险 依旧不安宁 可你们呢 你们却自相残杀 使人族为主狗 随意屠杀 你们这是在侮辱我洛云古城的圣告 呵呵 太古一族 那些人不仁 妖不妖的生灵 已经数万年没有现实 估计早就化为尘土 你现在提他们 只会让人觉得可笑 就因为人族太弱 所以才会遭到劫难 而想要让人族强大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杀掉这些毫无用处的凡人 另外 我再告诉你们 只有涂了这城中生灵 以他们的鲜血灌溉 方才能让洛云古地彻底复苏 我本以为自己和陆丹的境界 只差仿佛 毕竟同为准圣子 应该不会有多大差距 没想到 陆丹展现出来的力量 已经堪比半生的一击了 老师 你不打算出手 找什么急 城里不还有个半生的家伙 他之前让这些圣域的人 杀了不少蓝灵 估计已经自责不已 接下来肯定不会了 我们两个 就先等着看好戏 会有需要我出手的时候 杀 伴我洛云成者 杀 我等今日 为人间奥利而战 一群不自量力的蝼蚁 就用你们的血来祭奠我的圣兵 还有谁想战 还有谁想自幼这些反兵 站出来 你们 做得太过了 你是谁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敢说这样的话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怎能在往昔阴魂之地 这般对待同类 还差一点就可以完成 传送阵法的搭建和激活 没想到时间不够 呵呵 凡灵活在这世上也是浪费资源 再者 他们的血能够复苏古地 应该为此感到无上荣耀 那你们为何不用你们的血来复苏古地啊 难道你们圣域之人的血就高贵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 我们圣域之人的血确实高贵 不是尔等剑灵能比的 不过你既然出来 那就死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出手了 妈的 几百年没出手 金格又得打架 烦死 老表失算了 可惜啊 就差那么两点 阵法就能成 你竟然是半圣 怎么可能 这个技巧嘎拉的垃圾堆 怎么可能有半圣强者 哈奶奶的 这下难打了 我们就算有圣兵 也干不过这个气血旺盛的半圣 给老子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老子当时无敌 奶奶的 这不是半圣 这特娘的是圣人的 可为啥气息会是半圣呢 见鬼了 还望圣人长老出手 这就是圣人之位 太可怕了吧 老师 他能抵挡得住 老弟 救我啊 别看戏了 呵呵 救你 我看谁敢救你 你的下场只有死 他不会死 谁在说话 装神弄鬼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说这般大话 简直可笑 我说他不会死 他便不会死 因为 就是我说的 呵呵 可笑 罗姨也敢说这般话 也敢和我等浩月 争辉不成 鹿兄 和他废话作甚 算 管你是谁 今日我等就是要同了 洛云古城 复苏古地 谁祖谁死 哼 他到底是何人 太可怕了 空间禁锢 这绝对是空间禁锢 他莫非是虚空古地的传人 连圣人头影都能打爆 这暂利 太恐怖了 快撤 既然来了 哪有走的道理 你们圣域的血高贵是吗 那好 我就用你们的血 来让古地复速 这城中的梵灵 你赶紧传送走吧 不然 古地一旦复苏 万里之内 都会呈现 我已经构建好了 正在激活呢 希望这些人能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吧 成了 怕 开了 终于开了 啥话都别说了 赶紧进去 里面的宝贝 咱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这洛云古地到底是何来历 这光门之内 道运如此可怕 不是普通圣境能够有的 难不成 这复苏的洛云古地之中 陈锋着一尊古圣 古地 上集讲到 张啸一个响指便秒杀了36圣域的准圣子 并用36圣域圣子的血复苏了洛云古地 与此同时 得知消息的36圣域御主度派且圣境强者前往洛云古地找张啸复仇 为何 这里我总感觉有两股熟悉的气息 熟悉 开什么玩笑 这洛云古地可是埋葬了数万年 直到今日才复苏 除非你是洛云古圣转世 否则 你哪来的熟悉感 不 这两股气息我很熟悉 感觉像是我徒弟红尘仙和水断流 是16师姐和六师兄刀圣水断流 没错 奶奶的 这俩家伙在自己沉睡这数百年内 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老师你看 就在这时 在东荒大地的第九圣域 天罗圣域有道商会总部内 商社有麾下禀告 天星域发生了大战 一位黑衣青年和一位红衣少女 将天星域四大霸祖级别的使劣 全都灭了 经过我等探查 审核 确定着黑衣青年和您给的画像一模一样 是吗 我看看 诱喊 还真是我师尊 还愣着干嘛 赶紧去找啊 去把人给我接回来啊 记住了 他是无事 见他若见我 要是有半点差池 呵呵 惩罚就不用我说了吧 是是是 属下这就去吧 嗨嗨 老师 这么多年不见 也不知道你见到我后 会不会被我的变化吓到 此人名为商有道 张肖帝是七个徒弟 一手创立这有道商会之人 这有道商会统治了所有圣域的生意 商会中的眼线 文绍遍布个大量 堪称东方大地之小消息最多的地方 因此 有道商会也变成了一个提供情报的机构 天罗圣域之所以能在近百年内 杀进排名第九的位置 主要归功于有道商会的存在 商有道在这罗圣域中 几乎和圣域御主平起平坐 当然 这依靠的不仅仅是他有道商会的影响力 还有他自身实力的震生 因为他一夜悟道 领悟了商人之道 以此踏入圣人之境 看来是要破掉这个封印 才是真正进入落云谷地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应该就在封印里 老弟 你可有办法破开这封印 我试试 无为张霄 老 老师呢 不好 老师不见了 放心 那小子死不了 估计是触动了什么禁止 将他传送出去了 那 那老师会传送到哪 这谁知道啊 东荒这么大事不是 传送到哪都有可能 对 我说你先别在那愣着了 先进去装东西离开 这是悲之地再说吧 你师父那么厉害是不是 估计肯定有办法找到你的 不用慌 卧槽 我这是在哪 有道商会 这怎么和小十七的名字有点像 难不成 这是他的商会 先去打听打听这是哪 也不知道 这离洛云古城近不近 要是不能尽快赶回去的话 只怕小雪那俩的家伙会有危险 小友 打听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洛云古城你知道在哪吗 此地乃是天罗圣狱 108圣狱中排名第9 至于你说的洛云古城离此地无尽遥远 哪怕共用大型传送阵法 也需要数十天 当然 这还算快的 要是慢的话 估计的好几个月 哎 这就是命吧 打听下 这有道商会的创办者 叫什么名字 当然是商圣了 这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天罗圣狱 一万人心目中的偶像 商圣 难道不是商有道那家伙 我搞错了 你去 这位道友 切不可妄言啊 你岂能说出商圣的名字 就不怕断了自己的财运 从此穷困潦倒一声 这有什么的 实话实说 其实 我是商有道的世尊 疯了 疯了 真是疯了 哎呀妈呀 商圣保佑 护我财源 商圣保佑 护我财运 这小胖子可以啊 现在都变成财神眼了 我就这么直接去找他 没准会被人拦住 认为是个疯 那就让他来找我吧 灵矿源 以前自己实力太弱 怕切出什么太古生灵 无上帝精啥的 会被人当场打死 现在领域内无敌 此时不完 更待何时 没想到 小小的灵矿源里 一进来 就碰到了这几尊活化石的圣灵 倒真是金氏害索 他们多半是为了这灵矿中 切出来的谷药 灵物才盘坐此地 到了他们这个时候 兽源枯竭 唯有金氏灵物方 才能够延长寿命 您好 请出试下您的身份牌 还需要身份牌 没有身份牌不让记 您需要去办理身份牌 那 请跟我来 那 这一片金玉叶够吗 我懒得过去办 你给我去 弄好就行了 要是不够 我这还有三枚 卧槽 这特娘的是稻天金玉叶 东荒大帝 不是只有荒谷时代前 才有的玩意吗 等会 这家伙又掏出了三枚 卧槽 这黑衣青年的来头太可怕了 慢个 您稍等片刻 我这就让陈掌柜来见你 那个 不知大人您来自何处 何处 孤身一人 怎么 我就进来买个灵矿 还得把自己身份写得清清楚楚 明白 明白 我懂 这显然是某位隐世不出的 古圣人外出游玩 不愿意透露信息很正常 啊 我这就陪着您先寻况 不过 这枚金玉叶 您还是收回去 我等不敢坚守 不敢收 这玩意有这么贵重吗 这特娘的绝对是某个隐世老怪 不然 为啥连金玉叶的价值都不知道 行了 给你你就拿着吧 我随便走走 你别跟着我 我嫌烦 好好好 老朽告退 小家 你现在赶紧将这枚金玉叶送入商会总部中 必须要尽快 小矣 小等 你们几个人跟着这位爷 一旦有情况 立刻汇报 完了 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了 上集讲到 张霄触发古地禁制 被传送到了天罗圣物 他飞身来到了一家灵矿源 而他又会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这块矿石不错 一定有宝贝 得了吧 就你那运气 上次切了十块 全赔了进去 不知道这次紫霄圣地能切出什么来 你说这紫霄圣地是不是抽什么疯 他们也不是没有灵矿 非要来咱们天罗圣域干嘛 听说 有位隐士高人推演天机 先是紫霄圣地失传万载的古地经文 可能在咱们天罗圣域 所以 这些年 紫霄圣地疯了一班 四处乱跑 还有几大圣域也遭他们毒手了 你们选的灵矿不行 这些灵矿里面都是些普通仙境而已 这是谁家丫头 敢在圣地面前狂言问语 爷 这不是自称元术天下第一的那歪的宿迷吗 咱们 又在这照谣状骗来了 我不懂 为何灵矿源现在还让这种骗子进来 不管管吗 我不是骗子 我爷爷也不是骗子 我爷爷是天下第一元术师 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我会为我爷爷证明的 哼 还有脸提你爷爷 臭娘们 你爷爷之前骗我爷爷数十万零食 老的金刚非得打烂你的嘴 让你特么的在这叫嚣 检测到此女为 无上缘生体 主人可收此少女为徒 一旦收徒 主人因果无量节增加 因此 当前主人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收 便不会沾染因果 二是收 后果自负 因果 特么的又来因果 你要是不说因果 或许我还会考虑一下收不收 但你要是这么说了 我特么的反手就是一个收徒 狗屁的因果 老子还会怕他 让万事因果进家无声 怕毛线我就不叫张笑 系统提示 近期主人将开启第二神迹 请做好准备 喂 这个小女孩挥拳头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滚一边去 碍眼 你这么厉害 说让他滚 他就滚了 什么功夫 能教教我吗 师尊在上 徒弟学原青 待见师尊 这就拜师了 感情我之前 还想如何开口收徒的说辞 都白想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为师坑你了 拜师 好 那你就是本座 第一百零一位弟子 师尊 那你赶紧教我吧 教什么 我可以教你元术 其他的 我可什么都不会 你说啥 你不是要教我刚才那招 让你滚你就滚的神通吗 怎么变成元术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坑我 你坑我 怎么能说我坑你呢 明明是你先拜的师 反正你现在有两条路 一呢 要么跟我学元术 二呢 哪风凉哪呆着 老师 没事 我先 我先 反正这师父已经拜了 除非你死了 我才能换人 我还是先跟着你吧 我是给你露一手开人神术 你肯定会跪着求我教你 走 去开个矿 哈哈 怎么样 我说吧 这几块灵矿都不行 开不出来灵雾 你们还不信 你行你到世上啊 好好 我们倒想看看 这曾经天下第一元术师的孙女 有什么本事 我也是醉了 为什么这种人能活到现在 就没人上门讨债吗 讨债 他爷爷现在疯了一个 谁敢动手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没错 爷爷他确实疯了 虽然只认识我一个人 但是真真正正的疯了 在五年前那天对赌中 疯掉了 别哭 有什么事你回头告诉我 老师我替你想办法 不哭 我不哭 我有朝一日 一定元术大成 为我爷爷证明 灭了叶家 哼 这话我等会转告给叶家的 小姑娘 你刚才看透了我们的灵矿 你既然也懂元术 可否帮我们一同寻找 找他 圣地真是好气魂 一个骗子 疯子的孙女 也敢找他来开矿 他找出来的矿 绝对不行 来就来 谁怕谁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玄云青选中的那三块灵矿 开出来的都是很普通的宝物 不值钱 七喜 我就说嘛 他不行 爷爷是废物 孙女也是废物 还有脸自成元天数十一脉的传言 太武汝元天是这名号 我看你怎么可以给圣地这百万灵石 擦 刚收了个徒弟 就给他来这么个打击 这怕是以后难重塑到新吧 都必走 他是我张霄的弟子 从今日起 谁都不可气 为者 死 快快快 赶紧去商会总部 快点让总部的人过来 仗贵的 不是以前有人去了吗 你住啊 去的次数多 才能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吗 哦 对对对 我这就去 奶奶的 这个黑衣青年到底什么来头 该不会真是个反老回头的圣人吧 这神通有点厉害 难道是空间之力 这便是排名第一的遥光圣地 也没有这等古法 莫非是虚空古地传人 此人不可测 虽只有炼气净 但不可妄动 刚才 我可是听闻有人在这里诋毁我叶家名声 不知是哪位啊 是你吗 玄云青 这是叶家 天罗胜于排名前三的大家族 传统万乱不断的元术师家 叶家总的拿损活化石 可是号称 剪下第一元术师 这回有好戏看了 是我又怎样 你们想杀我 你们敢杀我 杀你 那我怎么舍得下手了是吧 不过既然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诋毁我叶家 说什么我叶家人数不幸 那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赢了 我今天就放你离开 输了 你就赔我几天 然后再让你那疯爷爷 领你回去 当然 你要是不敢 那你今天就要跪在这 憨上三天三夜 你爷爷是疯子 你爷爷是骗子 呵呵 这叶凡天可是天生灵眼 能看破一切元师兄 这家火元术可不得了 叶家第一元术舔财呢 据说 一年前和他爷爷对夺 只输了散腾而也 叶凡天是叶家第一元术天才 他爷爷更是叶家第一元术大师 五年前 也是叶凡天的爷爷 和玄云青的爷爷对夺 才让玄云青的爷爷疯掉 这两人 算是仇人见面分卖眼红 叶 你赌运不好 这方面以后可以和你六师兄 三十二师姐好好学学 我来和你赌 你敢吗 你 你是个什么狗东西 你也配合我说话 滚一边去 别让本少看到你 在我和你好好说话的时候 你应该感到庆幸 可惜 你并没有珍惜这个计划 你 你 你敢打本 本少 我杀了你 空间进过 你也将没人叫你礼貌 我来教 我再问你一遍 我和你赌 你敢 回答我 放肆 敢辱我叶家之龙 饶死 叶家能养出这种口不必言之辈 想来 也算不上什么世界 既然如此 那你们活着 也浪费资源 不如都去死好 自己这便宜师傅 竟然这么强 吹口气就把叶家这几尊半生都杀了 说好的练气境修为呢 骗人的啊 怎么 太怕了 我 我才不怕呢 大不了 我不在东荒代了 我去中州 加入中州那几尊魔教 修成魔女之后 回东荒灭了叶家 可是 我走了 我爷爷就没人照顾了 叶家好几尊圣人 我爷爷一个人肯定打不过的 放心 自然会有人护住 叶家人来得这么快 一尊一品圣人 四尊半生 不知这战戎能不能打得过黑衣青年 你可别忘了 四弟可是灵矿源 叶战这老家伙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啊 他可是有元素的加持 战力绝对不弱于二品圣人 爷爷 救我 天儿 你怎么一直跪着 谁把你打成这样 爷爷 是那个黑衣青年 你要为我报仇啊 哦 是你伤了孙子 哼 我给你的机会 跪下 磕头 自废修为 我叶家说不定还会留你一条活路 否则的话 嗯 那好 我给你的机会 和我队赌 赢了 带你孙子回去 输了 我杀了他 而你要跪在这灵矿源前三天三夜 头喊夜战是废物 你赌吗 你和我赌石 你有和我赌石的资格吗 元素六方 所山河 果然这老家伙有元素的加持 可以二品圣人叫板啊 老师 这战是一品圣人 你行吗 我问你赌吗 现在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这尼玛 一尊真正的圣人 被他一生亲贺 就给打落凡尘 莫非是动用了某种妙术 哪怕古迪禁忌之法也不可能吧 除非这黑衣青年修为是圣人王境 圣人王 东荒大地上 还有活着的圣人王吗 太帅了 比我爷爷都要厉害 真的是太变态了 真的是个变态师尊啊 四人不仅修为同天 更连夜家都不放在眼里 今日你该不会 不会死在这里 你没有选择 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们俩 要么你和我赌一场 赢了带你孙子走 输了我杀了你孙子 你还能狗活下来 什么 他要和夜战赌食 他不知道夜战元术乃是圣域地吗 赌食 好 好啊 那老朽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还想和我赌食 看老子不玩死你 我赢了 我就带我孙子离开 而你要给我孙子跪下 认罪 废掉四肢 你没得选择 不要挑战我的内心 三夕时间考虑 一 二 赌 我赌 狮子 你 你有把握吗 如若我赢了这老家伙 你更不跟我学元术 哼 你先赢了再说吧你 我不能跟我爷爷学吗 还用得着跟你学 你怎么跟你爷爷学 你爷爷都疯了好吧 你要是真的跟你爷爷学了 至于长这么大 元术还没入门 哼 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哼 哼 变态世尊真是个直男 哼 哼 不存在 装逼他就不香了 是怎么着 只有装逼装的爽 装的帅 装的大 观众才会买账 要是自己天天哄女徒弟 那完了 观众肯定将骂连连 大骂读点 问候作者 纷纷取关 不可行 不可行 作者要是饿死 我还怎么活 所以啊 接下来 要装个大逼了 张霄瞅了眼镇盘 坐在空中的夜战 他正用神面探测灵框 而且 已经选好了两块 就差一块了 赌时 双方的选取三块零框 选完之后就开切 切完后 看看谁切出来的价钱高 那谁就护上 狮子 他选好了 哼 祸 夜战已经选好了 看他脸上的表情 显然是胜券在乎啊 你在看那黑衣青年 卧槽 笑死我了 竟然一块一块的在那选 就这样还敢和夜战赌食 狮子 你听听他们都在那笑话里呢 溜死人了 哪个圆树狮 会一块一块的找石头啊 都是用圆树感应的好吧 这小妮子 为狮容易吗 为狮还不是为了给你 给你爷爷证明 要不然 早特么的一巴掌 扇死这两货 还和他赌个屁的石头 哼 你懂什么 为狮早已感应此处 寻到三点不凡灵气 可能藏有造化之物 老师 我怎么看 都觉得这石头不靠谱啊 废话少说 切实 我先来 好浓郁的药香 我的天 这是田园令指 一株今晚念的锦石大药 可让圣人夺获拜念 这种孤药 优假无始啊 真的是一株神药啊 哈哈 如此看来 老朽算是赢了 小子 你明明能杀的了我 非得和我比拼元树 那就对不起了 元树一到 老夫还未尝一败呢 我还没下刀呢 你急什么 我但天 这是神类莫翠仙金 这么大一块 这可是锻造古地盯 古圣兵最好的仙金之一 本以为夜战稳操胜券 现在看来 局势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虾猫碰上死浩子 我就不信 你第二个还能开出来个精士古药 不过你开怎么好的宝物出来 想必九大圣帝 必定会前来争夺 哼 就怕你有命开 没命少 狮子 狮子 狮子就这么心大的马 这种惊天动地的至宝 就这么 就这么扔给了自己 这位小姑娘 开个架吧 我们紫霄圣地要了 等会 等会 先开始 先开始 对对对 先开始 先开始 这是双生神鱼 真的是双生神鱼 双生神鱼 竟然特么的切除双生神鱼了 这可是远古时代才有的物种 这一条鱼吃了 能让一尊圣人延续八百年寿命 我天元灵芝最多就能延续一百年而已 完了 完了 这下完了 趁现在他们注意力都在双生神鱼上 我带着天儿赶紧溜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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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道友不知能否卖老朽一条 这位道友老朽受缘将近 若你能卖给我 老朽以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四位前辈 我紫霄圣地想要其中两条 望你们还能让步 诸位 稍安勿躁 这还有最后一块灵魂 按照我的感应应该也是一个不凡之物 说不定会有比双生神域更好的续命神药 道友 如若你真能开出更好的续命神药 那老朽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紫霄圣地愿与你结交 奉为座上宾 紫霄器 这是紫霄雷器 还有紫霄圣雷 传言 只有紫霄圣地才有紫霄雷器 而紫霄圣雷 只存在于圣地古史之中 传言只有八万年前的紫霄大帝财长 有紫霄圣雷 一缕紫霄圣雷 可灭苍穹 大臣东荒 无畏紫霄圣地 护苍生 忠灵拜 天地 大帝 大帝助我紫霄圣地 地经现世 无等寇拜紫霄圣地 圣地啊 助我紫霄再度崛起吧 圣山一动 南部城紫霄大帝地运临世 否则我等 如此最好 上苍开眼啊 大帝冥冥之中 有我紫霄啊 无等 圣山上出现古地浮温 还有帝字臣服 除非大帝复活 不然不可能有此意象 动 还有另一种可能 帝经出世 则圣山洞 紫霄圣雷经 圣山上空出现一幕光影 那紫霄古书 静静悬浮在那里 隐约间 有一道身影 俯瞰众生 散发出一股莫大的威严 十万八千圣地大山 七七晃动 一道道古圣兵 仿若受到了某种牵引 破开封印 冲天而起 悬浮在空中 好似参败帝军一样 平静无声 真的是地经 真的是地经 地经出世了 天佑我紫霄圣地 真的是天佑我紫霄圣地啊 我们等了数万年 终于找到他了 从今日往后 我紫霄圣地的声音 要回荡在东荒每个角落 无人感期 众生臣服 被八大圣地压制了千年 这次 终于可以挽回了尊严了 大帝 请助我紫霄 大帝 请助我紫霄 大帝 请助我紫霄 这一刻 亿万生灵之声 化作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传向东荒 好似传达紫霄圣地的意志一般 但凡是感受到 这一缕帝威的声灵 皆心生臣服之意 纷纷跪拜在地 抬不起头来 怎么回事 帝威 怎么会突然出现帝威 我去 这威亚太恐怖了 会长 您步出去看看 废话 帝威临时 我还敢步出去 都麻溜的跟我走 他竟然没有跪下 这帝威对他无用吗 这怎么可能 让他的境界会有多呛 你也不想想 之前他只是大喝一声 就将巅峰状态的夜战 给打落凡尘 练气性的修为 果然是假的 真是太缺德了 就是为了扮猪吃虎 大帝者 真是太装逼了呀 不过 你已是死去数万攒岁月之人 一本地精就别出来作祟险了 给我收起来吧 收取地精 他要收取地精 他竟敢空手抓取这次销胜没精 难不成准地 开什么玩笑 或许他有什么特殊手段吧 不然 真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嗯 现如今 局势茫茫准地早已获死 或自封 或沿走此界 须与宙中寻找成帝的机缘 不会是来自某种屋上境地 有这种可能 先前他手中的稻文金玉印 圣地中可都没有啊 对 原来如此 这黑衣青年原来真的是手段很多 很恐怖 此身实力可能并不太高 我可守摘星沉日月天 你毕竟又算得了什么 哼 爷爷 我怎么感觉 我们跑不掉啊爷爷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趁现在他还在陷入重能膜拜之中 不能自拔 场面还很混乱之际 赶紧 我们的仗 现在可以好好算 还没算完账了 这么着急跑干什么 你 之前我说过 你赢了 我放你和你孙子离开 你输了 那我就会杀你了你孙子 而你 也要跪在这灵矿园前 含上三天三夜你夜战士废物 现在 你觉得反悔还来得及吗 不要 你 你个畜生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自宝 你还不够资格 你切磨太狂妄 你无非就是手段厉害一点罢了 我乃叶家五尊圣人之一 我和天罗圣御御主乃是好友 就连有道商会会长都会卖我三分裹面 你今日若敢杀我 叶家必定倾尽全族之力 为杀你 夜战此言飞墟 这黑衣青年境界 不可能超过圣人境 甚至可能连圣人都不是 否则就太说不过去了 之前那四尊活化师可是说了 这黑衣青年无非就是手段厉害点 可能长有某种秘术 真实力量不强 那他面对夜家 甚至是天罗圣御的围杀 可就有点难以招架了 不过能掌握这等强大的秘术 这黑衣青年极有可能是某个无上禁区的人 我倒觉得不可能 无上禁区的人 那都是些太古时代的王族 从不轻易出世 说的没错 我不是什么无上禁区的人 我的境界也不是什么圣人 圣人王 只是平平无奇的炼气竞而已 好好 那你就赶紧放了老夫 说不定 这洞荒还有你落脚之地 老师 你说这些干嘛 本来他们还是对你很敬畏的 你说不定 还能借此机会 在天罗圣御立足 谁都不敢动你 流言蜚语 心中猜测而生出的敬畏 我不需要 那夜家 天罗圣御 还有有道商会都会 都会来追杀我们的 完了 这下次完了 我说了 会有人来解决这一切麻烦的 既然你不是无上禁区的人 那你等死吧 老夫我纵横天罗圣御 这些大人物 还是卖老夫我几分薄面的 何人在我灵矿园惹事 到底是谁他妈干的好事 商会长 赶紧 赶紧救老夫 太好了 你正好带人来了 赶紧给我把这小子给打刺四肢 扔出去胃斗 夜战 谁在老子的灵矿园捣乱 说 是不是他 妈蛋 我经过非得把他给干了 老师 笨 歪了 伤圣来了 伤圣来了 无妨 让他上前来 说话的语气 说话的腔调 说话的声线 怎么 优点玩书 和老师挺像的 假的吧 老师不是在什么天心域 那个小地方吗 怎么能一下子跑到这来 而且 老师也没有修为大 根本不可能将夜战给重伤 放肆 就算天罗圣御御主 都不敢让生圣上前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得无礼 是 会长 呵呵 那好 我上前说话便是 这背影 熟悉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怎么不走啊 害怕了 呵呵 刚才的悠然自得呢 是师尊 是师尊 他还是那么帅 这气质 这容貌 一如数百年前一样 没有丝毫变化 怎么 见了我 还不跪拜吗 什么 他让伤圣给他行礼 疯了 疯了 他一定是疯了 我敢保证 伤圣一定会把他脑袋 拧下来当球踢 这做死也不带这么做死的吧 得罪叶家就算了 怎么还得罪有道商会 这下怎么办 我私人哪怕出手 也不一定保得住他 保自然保得住 但会浪费我等寿圆 怎样也得保下他 他等元术 在切实 说不定还会有续命神药 说什么都得保下他 只有此刻出逃 方才能从他手里得到地精 区区天罗胜率 我此消圣地还不是太放在眼里 实在不行 大不了就开战 为了地精 为了这个手段通天 背景神秘的黑衣青年 开战也是值得的 第四小石区商有道 拜见师尊 什么 什么情况 卧曹 传说中的商圣商有道 竟然是师尊的弟子 而且还是第十七弟子 那自己和商圣岂不是 我累个大曹 没想到啊 自己隐藏了十九年的身份 今日终于揭开了 气韵之女 妥妥的天命之女啊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数百仔 小石区 你长大了 师尊 时隔数百年 我终于又看到你了 何人赶上我叶家之人 站出来 我留你个全尸 这是叶家资历最老的三圣 没想到这三个老家伙 竟然来了 等等 这三人竟然是五品圣人 圣人境 一品一重天 每三品为一线 凝聚一朵大刀混沌花 皆引无上道法 演化万千神通 并让自身语道的 亲和程度更高 在天罗圣域中 能达到五品圣人这一境界 不超过双手之数 没想到叶家这三位太上长老 竟然全都是五品圣人 我问一句 你叶家三人是来救人 方子 练技一径的小儿 也轮到你说话 回答我 师尊 你修尾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只是会点特殊的手段而已 偶然得知 这三个家伙 身体只有一半落在领域范围内 所以 我想试试 试试能不能杀死他们 大叶的 以前也没发现 有这种卡巴的情况 该不会暴露了 自己领域范围吧 算了 反正万米之内 我无敌 你只要赶进来 都得给我跪下 你的手段 有点玄妙 这 这是怨田深夜 弄砍破世间一切虚妄 破销一切虚物 原来他就是叶家那位 渊树田石 八百面前哼崖 田落圣域 一代怨树师的叶藏 老师 爷爷曾和我提起过这双眼 说叶家有一位存在 曾拜东荒第八代 袁树天师为师 只不过 由于某种原因 被第八代 袁天师驱逐了出去 后自己修炼走火入魔 沾染了一丝不祥 修出了变异的袁天神夜 据说能看到不祥 牵引出地狱迎兵 老师 狮子 这是我师妹吗 是的 我刚收的弟子 狮子 叶藏这老家伙 应该是这三人里面 最强的存在 袁树大成 树法诡异 是个难缠的祸 难缠 他若出手 为师会教他做人 爷爷 救我 救我呀 爷爷 卧槽 爷爷的爷爷都来了 这你妈 还真是无脑小白爽闻的节奏 你身上有股地兵 股地兵 他身上竟然有股地兵 怪不得 怪不得他能有这般通天的手段 地兵 不可能吧 地兵一出 我们早就成灰了 不可能感受不到气息 可别忘了之前 紫香盛雷进的场面 莫非他动用密法掩盖地兵兮兮 然后再使用地兵 我测 这么一想 还真对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等 这是叶家的节 难度 我早已传信 只是不知能行否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不会杀我的吗 你要反悔 你要反悔吗 我不会杀你 自然说到做到 我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给我突然学晕清证 我让叶战在此柜上三天三夜 是要告诉叶家 当初你们和玄云青的爷爷对粉中 到底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阴谋果价 都要给我说出来 三天的时间 如果还不说 我不介意让叶家 在天罗圣狱中除名 除名叶家 师尊也真敢说出来 还是以前那个 户独子的师尊啊 师尊 除名叶家 我的天啊 他这是要玩火自焚啊 叶家可是有一尊 六品圣人的存在 凝聚了两朵大道枝花 哦 六品圣人很厉害 小十七 你如今几品 回师尊 我如今三品 凝聚了一朵大道之花 那好 为时今日便送你一份 师徒相聚的见面了 什么见面礼 为时今日 祝你入六品圣经 聚三朵大道之花 卧槽 看什么玩笑 我特么只挺过 助人物刀 还从挺过 助圣人连圣散品 踏入六品之经 最重要的是 他说要让赏圣凝聚 三朵大道之花 卧槽 三 三朵大道之花 六品圣人 似乎都是两朵大道之花吧 怎么可能会有三朵 不 还真有 但那是在荒谷之前 有人踏出自己的道 走到了道的尽头 洁净升华 但我还是不信 助圣人迫僵 凝聚到话 古史上可从没有过 他在那下几把吹呢 你让他明 来 你让他明 他要是阵做出来 我直播道理 三百六十度 螺旋赤巴巴 百六十度 真大 那么 certaines 快点 看 雀 这是天道之力 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 他竟然真的召唤出了导致圣运 我的天 老朽今天算是开眼了 开眼了 此消圣运闲化了 导致感悟 真的加深了 快 坐下来 误到 狮子 我误了 我误了 维施主你聚三朵大道之花 开创这一世最强盛境先河 让你商有道 成就万古无依的伤圣至尊果位 入六品 聚造花 开圣道 起 六品 我入六品了 五等 参拜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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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不错 这小子没让我失望 自今日起 小时期 你便是这世间唯一的天原商商 三朵大道之花 足够让你悟到速度提升百倍 很快 你就能触摸到圣人王的那层屏障了 弟子商有道 谢师尊自经 你是我张霄的弟子 我就会让你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者之一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老夫修炼这么多年才一道花的五品圣人 他们一定是在装神弄鬼 呃 看来有人心中不服啊 莫说我实罪有着通听的手段 我如今已是三朵道花的六品圣人 你觉得你们夜家还有圣萨吗 识相的 赶紧把当中你们对我师妹爷爷做的龌龊事情给说出来 否则 三天内 你们夜家避免 小贝放肆 那就让老夫领教一下 你这三道花六品圣人是否是虚实 很好 刚好缺个陪练的 小时期 让为师看看你境界是否稳固 是 师尊 不是 这夜家三生是脑子有坑吗 哪怕只有一品 拥有三朵道花的圣人 都可以一压八品圣人 他区区一道花五品圣人 凭什么对当圣出手 啊 估计是心理不平衡吧 都快做话了 才修炼到一道花五品圣人 给谁心里都有点难受 天道互断 老头 你就这点实力吗 连我护体到齐都破不开 还敢在这里装兵 不陪你完了 是时候该结束游戏了 组长 三胜传来最新消息 那名为张霄的黑衣青年 竟然引出一条大道天痕 朱商又到这家伙入了六品圣人 而且 而且还 继续说下去 而且 还凝聚了两朵大道之花 成为一尊有三朵大道之花的六品圣人 有点意思 呵呵 有点意思 组长 我等 我等该怎么办 那张霄已经放话 若也战不说出我叶家和玄云青爷爷对赌的真相 就要灭了我叶家 几道地兵 事到如今 只有和天书圣地进来几道地兵 和商有道 还有那黑衣小子拼了 不可 那小子据说也身怀骨之大地的神兵 若打起来 我叶家根本承受不住 那怎么办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我叶家好歹也是天罗圣域万载古族 如今落到这般地步 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你们太过躁了 叶战死就死吧 秘密说就说吧 反正那也不是什么秘密 更何况 我叶家布局这么多年 有朝一日 总归是要动手的 到时候我叶家的名声 也是一样会让人唾弃 这一大事即将开启 我叶家务必要为 那尊大人物的归来铺好路 绝对不能有所损失 照我说的去做 赶紧传令吧 小时期 做得不错 如今你已是凝聚三朵大道之花 对道的感悟自然会更深 而且 你要知道 处在圣人境时 三朵大道之花并不是极限 还有更强的存在 三道华的九品圣人 还不是最呛的存在 没错 张肖小有说的很对 三道华的九品圣人 并不是最强的存在 故事上有记载 圣人可凝聚九朵道华 走到道的尽头 踏出更强的自身道法 有开天辟地之能 但 这只是荒谷前才能有的 如今这大事变了 末发时代 一切终将湮灭在岁月长河之中 便是我此消圣地 也没有凝聚出九朵道华的圣人 之前我叶家想夺取袁天书 编策 安东做了些手奖 只不过 这一切都是夜战的建议 若诸位想追究下去 我叶家不过 一切西天正面 什么 一句话 就将夜战给卖了 把锅甩给了夜战 这黑疫情年 竟然毕得叶家回扬 真是太牛逼了 我算是胡了 人家牛逼关你屁事 赶紧开直播360度螺旋吃吧吧 观众还等着呢 什么 我堂堂一批圣人 到头来 竟然变成了一个气子 塞上 师尊 事情一半头 走 我带你回商会看看 等等 小石七 为师醒来后 收了一个弟子 我们一起去探寻 落云谷地 但是 在谷地中 我被突然传送到了 这天罗圣人 他还留在那里 你有道商会 不是遍布在各个大狱吗 赶紧派人去找 我担心他会遇难 我推演天机 发现他命格呈现出一丝血红色 他可能有血光之灾 而且 已经不在落云谷地 这样一来 我就无法按照确定坐标 直接用传送阵横渡过去 另外 派人去大天圣御 风雷圣御这个地方打听打听 如果天心雪这小家伙真遇到蛇 想必是和这几个圣御有关 哼 他们活腻歪了 要是真敢做出这种事 我第一个过去灭了他们 都听到我师尊的话了吧 打探不到消息 你们就别回商会了 是 好在有道商会这些分部和总部有特殊联系渠道 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路上了 那就好 走 去你商会看看 小石七 这些可都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师傅 您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总算知道你为啥才三品圣人了 我一看你这写的这些话 就知道你的成就仅限于此 师傅 我这可都是治理名言了 这可是我误导入圣经的时候 误出来的 就你这还名言 你瞅瞅 你都写的什么呀这是 什么钱乃万物之机 大道之根本 大道之根本是钱吗 还有这句 我爱钱 钱爱我 我喜欢钱 钱也喜欢我 我睡在钱堆上 每天做梦都能孝醒 这什么玩意 当年我在山上教你做师 现在就这么个水平了 还有这句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无备 当以挣钱为目标 以收敛钱财为毕生追求 垄断一切 将企业做大做强 你还挺会赚名词啊你 这垄断一切 企业做大做强 这明明都是师傅你教的 这么说 为师还得夸你记得很老是吗 那好 为师今日 就告诉你 真正伤之一道的治理名言 到底是什么 这第一句便是 钱不是万能了 是有道商会的 是我商有道的 霸气 太特娘的霸气了 钱不是万能的 是有道商会的 是我商有道的 操 为啥我就想不到呢 我这个人一向对钱没什么兴趣 我都没碰过钱 大殿之中 之前商有道写下来的那一句句误道名言 此刻 竟是如耗子御剑猫了一般 光辉黯淡 道运逐渐消散 求师尊自教 求师尊自我无上商言 悟透商道 那我们就先定个小目标 挣他一个亿 天啊 是财神爷 真是商圣又悟到了 窝逃 刚才商圣不是已经悟到了吗 怎么他们的又悟了 听这声音 像是商圣的师尊 那我们就先定个小目标 挣他一个亿 天啊 这得心怀怎样大气魄 才能说出这种名言 别特娘的废话 赶紧拜拜 赶紧拜拜 这绝对比商圣都要转运 天罗圣玉 无数人在这一刻 纷纷磕头跪拜 默默祈祷 求得张霄庇护 希望来年财运亨通 财源滚滚 一夜报复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曾经只赚几文钱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无所有的 我也没时间花钱 也不觉得钱对我今天有多重要 我有生以来 最大的错误就是创立了一道商 原本我就是想做点小本生意 天上怎么多了一个太阳 这不是太阳 是一棵参天古树 是一棵通天神树 师尊 我误了 我又误了 商有道张开双臂 身上道则消失 一身修为消散 真正和普通人无异 感受不到他身上丝毫气息 凡天的至上者 皆与天地相容 气息烟灭于茫茫红尘 反扑归阵当一 大道藏玉心而非真身 神交于万法而非一言 唯有大道之简 谷扑平素 方才是我被修道者最高的境界 其实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人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就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 也是一无所有 老九没看错人了 这次我们的眼光很好 死死潜力无穷了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蕴藏大道治理 宝庙无穷了 随便说一句 就引动天地一下 句句都令人有误道的天理 想不惊动天地 想不引出意向东南 此人 对于商道的理解感悟 比商有道都要更强 真不愧是他失踪 以我此消圣地圣子 都不避堂杖 是啊 圣子三世遇到对手了 此人是大地路上的一个境地 师兄 你没事吧 师兄 他没事 陷入了误道状态 千万别扰 第四朵道花 为师道也没白费苦心 小石器之前凝聚那两朵道花时 有大道之痕壁伍 有因果之力护体 无人敢动 否则既遭天谴 可现在 大道之痕全都消失了 因果之力也散了 商有道这个时候误了 一旦有人出手扰乱天地道理 极有可能让商有道退出误道状态 轻则大道跌落 重则道新崩裂 修为遗落千丈 希望这个时候 没有人来打扰 否则 我张霄必定踏灭你久不 你敢 师父 师兄没事吧 他的气息怎么瞬间变弱了这么多 有道体内法则混乱一关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来理顺 来渡过此难关 外人如若贸然插手 只怕引起的后果会更严重 莫以为你掩盖了自己的气息 我日后就追查不到 今日 你动我弟子 来日 我会灭你全足 怕平而挡 这家伙不在领域范围内 而且掩盖了自己的气息 有到此时 第四朵荡花已经崩碎了 如果再不制止 只怕第三朵 第二朵 都会彻底崩碎开 杀 呵呵 我就不信你弟子能度过此节 呵呵呵 哈哈哈哈 你 你居然可以压制我的法则力量 中周是吧 我会走一趟 待我找到你们 我会亲手一一葬面 没事 小石七 有为师在 你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 以无血为瘾 以无魂为瘾 以无知灵魂为解 归瘾到天 大道法则 谢 小石七 挺过来 你就无敌了 别说些让人感动的话 你知道 为师一向不喜欢的 是 师尊 道友 你这是要 我知道诸位的想法 之前 你们虽说没帮上什么忙 但却已是站在我这边 我不会不领情 这紫霄圣雷金 虽然是大地经文 但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如若日后我弟子需要 还望你们能借来一关 那是自然 我一定和盛主传达您的话 四位若是不嫌弃 可以加入有道商会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 当然 四位随意 留与不留 你们自己决定 快哼 道友手段通天 我等若是不留下 岂不是就太没眼力尽了 是啊 是啊 我等为小友卖面 很直啊 道友 我等就先去闭关了 对了 这桃珠神术的投影 应该短时间内不会消散 传言上古有桃珠是以伤政的 生出一株由伤之一道的 道友凝聚而成的神术 不曾想 今日却是得到了他的认可 虽不是实体 但也足以庇护你和有道商会 好好参悟 你会受益匪浅 师傅 我知道该怎么做 玄云青 你爷爷疯癫这个毛病 想必是道横受损 道果出现了裂法 想要修补 很难 很难 就算是当时医生都不可能做到 事才有道这家火道花崩命 我还是用自身精血融合道理 外加这桃珠神术的出现 方才将他从死结边缘救了回来 若是你爷爷当初疯掉的第二天 就遇到我 说不定还有救的希望 但现在 希望渺茫 哪怕有不死神药 道天鲜花 也很难救回来 师傅 就算有一点希望 我也想试试 我希望你能救下我爷爷 我救他这么一个亲人 放心 我这就让人去找不死神药 全军出击 也得给我找到 难找 不过不是不可以找 除此之外 你还要派人去寻找你大师兄 我推演天机 他现在身处险境 有陨落的危机 大师兄他那么强 绝对不会出事的 这些年 你都没见过你大师兄 没有 我曾经去中州找过小石榴师姐 他在闭关 其他人也各有各的事 我也不好意思地打扰他们 师尊如今你这么厉害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中州找他们吧 或许还能帮他们点小忙 是该去中州走一趟 敢动我弟子 我灭你满门 不过 在此之前 还是要尽快找到你师妹天心血 没准 那老小子也有危险 毕竟才是个半生而已 那家伙虽说体内隐藏着很恐怖的力量 但目前境界只有半生 师父 那老小子谁呀 你的朋友 算是个朋友吧 这家伙不简单 体内隐藏着另一尊元神 我也说不清 只是个猜测而已 会长 骆云城灰飞烟灭 那里发生了大战 骆云谷地关闭 不知所踪 有几尊半圣说 人亲临落云谷城 打沉了万米山川 抓走了两个人 按照那几个半生的描述 被抓走的一个女人 和天心血很相似 但不敢确定 继续查 你们是吃钢饭的吗 这点事都查不到 圣人出动那么大动静 你们他妈的怎么就查不出来 我告诉你们 天心血是我师妹 你们要是查不到 以后别想回到有道商会总部任职 公子减半 节假日都没了 听到没有 是是是 我这就去查 行了 直接去找他们要人就行 对啊 直接就去找他们要人就行 不给就打 不信他们不给 那就甭废话了 师父 走 我们现在就去大天圣狱 我和玄云亲去就行 你需要坐镇有道商会 现在紫霄圣地今出世 叶家也不知在想什么 你之前杜劫时也有其他人拜访 总之 东荒并不安宁 你若是离开 只怕有道商会会出乱子 还是稳一点好 顺便呢 你派人去找你其余的几位师兄 那好吧 师父你一路当心点 要是应对不了 给我传音 我立刻和四尊老圣人赶过去 接下来 你一边随我历练 一边休息原天神术等进步 我希望 这一趟历练结束后 你能成为这东荒原术前三的存在 四 老师 主人成功觉醒第二神经